大家好 欢迎来到韩潇的中年讲故事 正中午的天 太阳晒得毒辣 妹妹忽然打来电话 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尖叫着喊我救命 说爸爸掐着妈妈的脖子打了十几个耳光 我想都没想 直接开车飙了回去 正好撞见爸爸指着妈妈的鼻子破口大骂 要她滚回娘家 来不及思索 我抄起门口垫花盆的砖 冲上去对准爸爸的头 就是一通乱砸的 七八个长辈连拉带拽 才没闹出个好歹 奶奶尖叫 叔叔斥责 所有人都骂我大逆不道 怎么能打自己的爸爸 却对倒在地上半天都爬不起来的女人 视若无睹 我扶起妈妈 抢过妹妹手里的刀 叫她带妈妈回房 而我自己则一个人勇敢地堵在卧室门口 凶悍地望着他们 怕什么 又没死 吃笑一声 我满脸都是利器 也就一板砖而已 能喘气就行 你们大惊小怪干嘛 谢梦如 你疯了不成 这是你爸 你怎么能打你爸 奶奶恨不得冲上来撕了我 可眼神触及到我手里的板砖后 她胆怯地只赶原地冲我嚷嚷 打自己老子的小畜生 你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你就等着吧 等哪天 孽暴反噬你下十八层地狱 骂骂咧咧 奶奶插着腰 唾沫星子直飞 我看了只觉得好笑得要命 我不得好死 那谢庆国就得以死谢罪 没中的捞货 除了会打自己老婆外 他会干嘛 有本事对外人凶 有本事去打外人垃圾 垃圾脑残 呵 推我狠狠唾弃了一瞬 恨不得在爸爸脸上吐口浓痰 只可惜这几天吃得好睡得香 硬是酝酿不出蛋意来 只好作罢 只是我脸上的鄙夷也没有消退 望着五头呻吟的爸爸 我眼里没有一丝动容 更没有一点点歉意 看他和看马路上的石墩子 没什么区别 叔叔怒了 我就说你长歪了 都不知道你妈是怎么教的 教出一个打老子的畜生出来 你还敢顶嘴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顶嘴 整个屋里都是你的长辈 你居然敢这么说话 老子要撕了你的嘴 说吧 叔叔静止冲了过来 想要教训我 可我也不是好惹的 早在清楚明了 自己的爸爸是个畜生后 我就给自己抱了武术班 专练散打 如今学成归来 不说一打百料倒 这个倒打一耙的叔叔 还是能轻轻松松做到的 所以 在叔叔挥拳朝着我的脸砸下来时 我一个一步寸击 一手肘砸在叔叔的胸口 小腿朝着他的内膝盖狠狠踹了下去 当场让他给我下跪 原国一直充当隐形人的小婶婶坐不住了 房内妹妹的抽气声断断续续 房外小婶婶哭天喊地的嚎叫声接连不断 我依旧堵在门口 直挺挺地对上这一大家子 像头暴躁的母老虎一样 呲牙咧嘴 凶悍地望着他们 小婶婶边哭边闹 一拍大腿 静止坐在地上撒泼大哭 你凭什么乱打人 你是警察还是土匪 你凭什么乱打人 亏我小时候还抱过你 给你买糖 你就这么对我这么对你叔叔吗 你也不怕天打五雷轰 一说一骂 小婶婶也忌惮我的拳头 不敢上前 只在原地又骂又叫 屋子里闹哄哄地吵成一片 互相飙脏话 一直没吭声的爷爷终于露面 一声叹息想在屋里 他开口道 孟如这事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你妈先不对 好端端的你叔叔过生日 你妈在厨房又摔又砸 摆着张脸嘀嘀咕咕 你爸也是气急了才动手的 不是诚心的 再说了 一家人本就不分你我 你妈在厨房闹得那动静传出去 真丢人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们谢家人不合心不齐 你爸虽然脾气暴躁了点 但是出发点却是好的 这是是你妈不对 吃饭前你带你妈和叔叔赔个错 一家人和和气气才叫美 一语定锤 爷爷直接把这是盖章为妈妈的错 三言两语的就要总结 先天还要我道歉 我扑吃一乐 看着一直以来都当惯了大家长的爷爷 忽然觉得他好陌生好恶心 不愧是能教养出我爸那个家暴男的老爷子 蛮不讲理起来一套一套的 恨不得把所有的罪过都怪在别人身上 卧室里的妹妹忽然尖叫起来 也不知道她听了多久 亦或者隐忍了多久 她碰的一下打开门 脸颊胀红地指着捂着脑袋 还有些绚运的爸爸 声音沙哑且尖锐 不是的 是爸爸不讲理 本来今天说好要带我去动物园的 结果叔叔一家忽然过来说要在这里过生日 爸爸就不准妈妈出门 非要他去买菜做饭 没有一个人帮妈妈奶奶婶婶在客厅玩手机看电视 爸爸和叔叔他们商量下午几点去钓鱼 我忙前忙后拿零食倒果汁 家里家外都是妈妈一个人 爸爸还嫌弃妈妈炒菜 炒骂了骂他妈妈 不过说了一句没人打下手帮忙 爸爸就动手 妹妹尖叫着爸爸掐妈妈脖子 她打了妈妈好多巴掌 没人帮妈妈说话 他们都在看戏 姐姐提学一样的哭声在客厅里回荡 所有大人都不吭声了 连撒泼咒骂我的奶奶都没有 再说一句 这件事到底谁错谁对端看妹妹哭的嗓子 带血就能分辨一二 可笑这群所谓的长辈竟然睁眼说瞎话 将一件本就不是妈妈的错强硬归咎于她身上 然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审判她 烙印她好像背黑锅 生来就是女人的责任 不管对错 全都是女人的不对 我笑着打量了一阵像安纯一样 不再吭声的叔叔小婶婶 过去就是一脚踹翻了茶几 吃吃吃 怎么不吃死你们 我语气柔和 这么爱吃 下辈子投胎当猪知道吗 保准有人伺候你们一个都少了 起码七八个 完全符合你们只知道吃喝拉的习惯 小婶婶搂紧叔叔的胳膊 有些害怕 你怎么能这么不讲道理 还有没有王法了 我们来做客 她当主人的做菜招待我们天经地义 你凭什么骂我们 再说了 她是长嫂 本就不该和我们计较 我觉得她大伯没有错 最后五个字 小婶婶说得义正言辞 好像在说什么真理 我摸摸妹妹的头 将她推回卧室 不许她出来 转头就是一脚踹在凳子上 二十一世纪了 大姐你没手没脚 就去申请低保 少赖在我家当寄生虫 我爸愿意养你们吃喝 不代表我妈有义务伺候你们 一个月三十天 起码十五天以上 在这蹭吃蹭喝还带拿的 怎么着 你们数白蚁的 不把我们家住空不罢休 还好意思提什么长嫂义务 你也配 你有尽过一天弟妹的责任吗 真是垃圾堆里找蟑螂 一找一个窝都是垃圾 翅膀刚长硬 就敢翻天了是吧 听着我噼里啪啦毒舌了半天 爸爸到底还是坐不住了 他撑着眩晕的头 指着我的脸 凶神恶煞开始咆哮 都给我滚 这是老子的房 你没资格住 白眼狼 和你妈一样养不熟的小贱人 生你还不如生块叉烧 早知道你这么不孝 一出生就该丢河里淹死 一连串的脏话脱口而出 爸爸骂得很难听 甚至直接问候我的十八代祖宗 虽然我的祖宗也是他的祖宗 这点很怪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发挥 反正是威胁就是了 我滔滔耳朵 很是不屑地吹了吹手指 对于他所谓的滚 我从小到大不知道听了多少次 貌似所有男的都喜欢用这个威胁女人 不只对我这个女儿说 曾几何时 爸爸和妈妈吵完架 也拿着威胁她 叫笑着说有本事就滚出她的房子 看她住呢 以此来掐妈妈的软肋 以前我是害怕的 害怕自己被赶走 害怕妈妈真的离开我 害怕自己没有家 可现在我长大了 回头再听爸爸说同样的话 只觉得他虚伪且可笑 像只老虎一样虚张声势 所以我呕了一声 如他所愿地答应 行 我滚 我保证滚得远远的 这辈子你都别想看见我 你曾经百事百灵的威胁 已经没有用处 爸爸硬着脖子瞪着我 却一个字都说不出 他老了 不再那么有力气 也不再有拿捏家里所有人生杀大权的威风 除了在妈妈身上宣泄自己的无能和自尊心外 他还能做什么 一个窝里横的懦夫 我笑笑地看着不说话的爸爸 等着他的继续威胁 等着他脱口而出离婚二字 否则 我特意闹这么大做什么 踹茶几踢凳子 也需要力气的 只是爸爸 他怎么都不开口一个 你说了半天都没下文 像是在顾虑什么似的 就在这僵持的气氛越来越凝重时 卧室的大门再次被打开 一道微弱却坚定的声音从里面传出 谢庆国 这次不用你赶我走 我们离婚 妈 张玉珍 你发哪门子疯 你神经病说的这都是什么鬼话 妈妈话音刚落 屋子里的人像是上了发条一样 齐齐出声呵斥他 其中以爸爸的声音最高昂 最尖锐 他像是不能接受一样 指着妈妈破口大骂 说他神经 骂他一响天开 还说他要是离了婚 不出三天就要饿死 这些话从前爸爸也说过 那时候的妈妈听完总是沉默 搂着我和妹妹一言不发 哭了我满肩膀的泪 但现在不同了 我握紧妈妈的手 给予她勇气 指称她做回自己勇敢说不的力量 妈妈大声吼回去 我就是要离婚 现在 立刻 马上 我要离婚 谢庆国 我受够你了 哪怕是条狗 也没有这样挨打的 我跟你过了快三十年 你说打就打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扇了我十几巴掌 把我的自尊心踩得粉碎 还叫我滚回娘家 你把我当什么了 挨完打还送回娘家 被人指点 你是个人吗 我看你是条畜生 越吼越大声 妈妈的声音 已经彻底盖过了爸爸 从前她挨完打 总会哭自己不幸的婚姻 哭自己所嫁非人 哭娘家人 不给自己撑腰 她哭过很多很多次 这次是我记忆里唯一一次 她没有哭 因为我长大了 因为这个家有我给她撑腰 真好 妈妈 我终于能成为你的依靠了 眼眶里含着泪 我和妹妹一左一右牵着妈妈的手 直勾勾地和红了脖子的爸爸对上 她依旧不服 依旧在骂妈妈 不是个好女人 骂妈妈丧天良 居然敢离婚 以往这个词是她的专属 只有她才能提 只有她才有资格拿来威胁 可如今 妈妈一字一句自证腔圆 谢庆国 少啰嗦 我不想听你废话 既然你觉得过不下去 那我们就离婚 地球少了谁都能赚 我也不是非你不可 离婚是我给你最后的体验 你不想我说太难听的话 趁早离 张玉珍 我日你妈说不过就抡拳头 爸爸气急败坏 想要冲过来再度打人 我松开妈妈的手 静止上前 一把捏住她的麻巾 牢牢地限制住她的动作 这就恼羞成怒了 我阴阳怪气着 妈妈拿点说错了 你指出来吗 要是她不对 我帮你说她什么 没话说 没话说你就动手破防男 最后三个字 我故意压得很重 直面爸爸扭曲的脸 我觉得很痛快 我知道自己不是广义上的好女儿 甚至可以评论上一句狼心狗肺 可凭什么呢 她对我们不好 我还舔着脸上 赶着讨好 她是心疯了吧 我没那么下践 所以停顿了几秒 确定爸爸已经失了力气 再也没有办法攻击人 我这才松手 像个战士一样守护在妈妈身前 傲视眼前 所有人听清楚了 我妈说要离婚 不管你们怎么想的 今天我都会带我妈走 以后桥归桥 路归路 没事别联系 放肆 让她走 我话刚说完 两道不同的咆哮声从对面传来 爸爸指着我的鼻子还没骂完一句 就见奶奶一把攥住她的手 让他们三个人走 她怒吼道 走啊 我看看你们仨能活出个什么名堂 一个没人要的二婚老女人 带着两托油瓶 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 妈 爸爸皱着眉 不是很高兴 她明显没有成全的意思 嘴上叫嚣得在厉害 她心里也清楚自己几斤几两 可奶奶明显是气急了 拽着她的手就没放开过 谢庆国 你要还认我这个妈 就听我的话 什么样的女人不好找 你非要那个不要脸的泼妇 世界上大把的好女人 隔壁村张爷 前年不还娶了个二十多的大学生 你这条件不比张爷要好得多 别说大学生了 说不定有女人自带嫁妆上门来 一说一白眼 奶奶把爸爸夸得天花乱坠 史上第一 那些老夫少妻的例子 她张口就来 明显把爸爸说动了心 再加上妈妈从头到尾冷着脸 看都不看她 我和妹妹瞧她比仇人还嫌恶 这一切的一切 让她忽然坚定了心 咬牙说了声好 行 张玉珍你别后悔 离就离 谁怕谁 我可告诉你 张玉珍没了我 你看哪个男的会要你整天拉里拉他 头发也不梳 身上穿的不是黑就是灰 像煤矿里出来的一样 也就是我能忍你 换了别的男的早就把你修了 既然你不知好歹 那行 我成全你 咱们离婚 现在就离 说吧 爸爸转身拿起放在桌子上的车钥匙 大阔步地往外走去 那背影瞧着像是还有点急切 妈妈早就对爸爸冷了心 淡了情 见他几句话就被劝得动了心 也不在乎 拿起放在卧室抽屉里的结婚证 也跟了上去 我和妹妹留在家帮忙收拾行李 打包快递 把属于妈妈的痕迹一点一点地全部带走 丝毫没打算留给爸爸的意思 看着妹妹泪中带笑 忙前忙后拿袋子装东西的快乐模样 我忽然有些心酸 不为别的 就为我们俩一直以来都是妈妈割舍不了的牵挂 其实 以前他也曾勇敢地和爸爸提出过离婚 那次也是爸爸毫无顾忌地大发脾气 说妈妈懒 没有仔细检查 导致洗衣机脚坏了他最喜欢的皮带 明明是他自己的问题 是他脱衣服 连皮带都懒得去 可出了问题 他却把责任全怪在妈妈头上 大吵一架后 爸爸抬手就是一巴掌 不由妈妈辩解地扯着他的头发 将人从床上拖下去 我哭得不能自已 抱着不足一岁的妹妹 赤着脚跑到隔壁村拍打叔叔家的门 向他求救 那一晚是我有史以来最恨爸爸的一次 也是妈妈崩溃受不了 向爸爸提出离婚的第一次 我摸着妈妈亲子的眼眶 恨得牙齿咬破了口腔 我劝他走 不要再回来 爸爸不答应 离婚你就跑 可他还是为了我和妹妹坚持了大半年 后来他终于逃了 逃向了自由 可在一次偶然间地遇见后 他斩断了奔向自由的翅膀 再次回到了牢笼 因为他爱我们 孟如妈妈不走了 摸着我和妹妹结痂的头发 和乱糟糟发梭的衣服 妈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紧紧地将我们搂在怀里 自此以后再怎么受气 再怎么挨打 他都没说过一句离开妈妈 我的妈妈攥紧手里的衣服 我的泪洒满了衣襟 玉珍 你非要离婚吗 因着租房入住 需要花点时间处理 所以我暂时将妈妈送回外婆那边住两晚 我以为他们会心疼妈妈的遭遇 会在看到妈妈脸上退不去的巴掌印后 大骂爸爸神经 可事实却是外公闭门不见 外婆长须短叹 说妈妈冲动 做事不顾后果 离婚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看看你这闹的 也不怕孩子在学校抬不起头 外婆边说边责怪 像是在看不懂事的孩子一样 指责妈妈没这样的 你还把孩子带回来了 你不怕别人笑话 孟茜说她没爸爸 听妈一句劝 回去吧 家和万事兴 别让外人说闲话 外婆 我觉得你说得不对 妈妈还没张嘴 妹妹就从床上爬起 直勾勾地对视上了 外婆 我们班同学不会笑话没爸爸的 大家要笑 也是笑那种打老婆没品的男人 要我看 爸爸才是那个抬不起头的人 他打老婆没出息 窝里横 邻居街放要议论 说闲话也该是说她和我妈无关 外婆你不对 你这是受害者有罪论 你这孩子三言两语 被妹妹顶了回去 外婆明显不高兴了 可她说不过妹妹 只能把矛头对准妈妈 反正我话放在这了 张玉珍 你要真把我当妈 就该听我的 什么离婚 什么带孩子走 都是瞎话 你看看 咱们村有几个上了年纪的女人闹离婚的 谁家不是摔摔打打吵吵闹闹的过日子 上回你伯叔母 不也吵着闹着要回娘家 现在不都好好的吗 就你瞎闹 就你能折腾 哪个女的不挨打 哪个女的结婚后 没被丈夫打过 骂过别人 都能继续过 就你不一样 你也不怕丢人 还跑回娘家 我的老脸都被你丢光了 知道吗 外婆一说一摔 手里的盆子砸得砰砰响 屋里屋外 全是她抱怨和嫌弃的声音 她一点都不心疼妈妈 一点都没有对这个受伤需要安抚的孩子 表露撑腰的意思 妈 我不会回去的 妈妈牵着妹妹的手非常坚定 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回去的 谢庆国 她根本就不把我当人 别说尊重我了 她想动手就动手 想骂人就骂人 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她都没有给我留一丝面子 说打就打 恨不得掐着我的脖子直接打死 我是不会回去的 我没那么见 你妈妈执拗不松口 外婆能有什么办法 她狠狠地瞪了一眼居然敢反抗的妈妈 语气越来越凶 你真是不识好歹 这天底下那么多打老婆凶老婆的男人 她谢庆国是独一份吗 再说了 她除了打人以外 她也没得毛病 又不赌博 又没嫖女人 每个月还给你钱 这样的男人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就是心野了 脑子不正常 外婆的手指狠狠地戳了下妈妈的胳膊 她很生气 她觉得妈妈不知好歹 可什么叫好歹 爸爸那种人能称得上一句好吗 打人不是毛病吗 没被打死就算个好男人吗 妈 和烂人做对比就是你的方法 被戳得胳膊红了一大块 妈妈不为所动 平静地看着奶奶 我还能站在您面前好好说话说 而不是躺在医院里 不是因为谢庆国她有良心 是梦欠她拿刀挡在我面前 是梦如她赶回家发飙 替我撑腰 我没被打死 是因为我幸运 是因为我的女儿知道护着我 心疼我 我能挺过来 从来不是因为谢庆国 这句话 妈妈说得很轻很轻 轻到几乎是鼻音 然而 外婆还是听见了 她摔摔打打的动作一顿 整个人在灯光下晃荡的背影 显得勾楼了几分 可她还是在劝妈妈回去 劝妈妈听话 因为从古至今 女人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在另一个屋子里的外公不耐烦了 她久等不到女儿妥协 也不见外婆回来 插着拖鞋几步打开房门 冲着礼物咆哮 你和她说 那么多做什么 不听话就给我滚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没得水倒流回来的道理 既然那么喜欢响 那就一次降个够 我看你能降出个什么名堂出来 从小脾气就宁 觉得自己永远不会错 也不想想 男子汉大丈夫在外 是要留脸面的 你哥那么多人面前 不给你老公留面子 你叫他怎么搞 还离婚 你好意思提离婚 像你这么不懂事的 也就谢庆国能忍 换了我两巴掌打不死你 外公嘴上骂骂咧咧 边吼边拉着外婆 叫她回房叫妈妈 好自为之 她是不会管她的 虽然我们早就对此有所准备 可外公话里话外的那种漠然 还是让人打从心里的寒凉 妈妈是她的女儿 是她的亲生骨肉 受了那么多的委屈 吃了那么多的苦 她做父亲的不说撑腰 连最起码的说句公道话都做不到 反而为那个一年到头来步了两次的女婿撑腰说话 这是什么父亲 这是什么亲人 我看不要也罢 我攥紧拳头砸了下桌子 在妹妹安娜不住要顶嘴前 站起身走向外公 俗话说 吃人嘴软 拿人手软 可外公你吃着妈妈买的补品 穿着妈妈买的衣服裤子 用着妈妈给你买的手机 结果转头却指着她骂 怪她没按你的心意去死 你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吗 叫端起碗吃饭 放下碗骂娘 专门形容你这种人的 边说边翻眼珠子 我脸上的机缝 哪怕隔着夜色 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外公清白着脸 不知道怎么回我这句话 只能硬挺着脖子叫嚣 说这是儿女的孝敬 叫我这个外人少管我 呵呵一声又 收孝敬的时候 知道她是你女儿 收完就翻脸不认了 您这么大年纪 还挺时髦的呀 都会玩两副面孔了 可真了不起你 你被我这通队的外公的脸 胀得通红 张玉珍 这就是你教养出来的好孩子 怎么和长辈 说话得这么没礼貌 怪不得谢庆国打你 你看看你教出来的什么东西 没大没小 一点家教都没有 像个流氓无赖 真是老话没说错 该打还是得打 不然要上房接瓦 这句话不可为之不独 外公嘴里的打 像是轻飘飘落进若和的羽毛 看着清雀一落 继尘鸭的人喘不过气 不过妈妈现在也硬气了 可能是白天 我和妹妹给足了她勇气力量 见外公怒发冲冠 嘴里不干不净要骂人的意思 妈妈快不上前 啪的一声 把门甩在了外公脸上 行了 别念了 没一句我爱听的 妈妈冷着脸开口 孟如的话就是我的话 她的家教就是我的家教 都说上粮不正下粮歪 我的上粮也就那样 那我交出来的孩子还不是遗传 反正错来错去都有您的份 您要骂也是骂自己 还不如回屋骂去 反正和我无关 外公的骂声更大了 两边的老人都让人寒心 我连一晚都不想让妈妈住 生怕外公外婆 做出连夜把妈妈送回去的荒唐事 所以 拜托朋友来接我们 大包小包地 重新把行李收拾出来 去住了酒店 之前还以为外公外婆 多少会疗愈一下妈妈的欣赏 现在看来 我真的是想多了 看着妈妈蜷缩在被子里的睡姿 我和妹妹对视一眼 从床上爬起 轻手轻脚地离开了房间 在走廊说话 姐 我现在十五岁了 正是读书用钱的时候 你带着妈妈过好日子就行 我守着妈几天就回吧 那你们不用担心我 妹妹率先出口 想来已经思索过这个问题很久 她不小了 有些事情已经能看得很透彻 知道怎么取舍才是对彼此都好 所以 在对待自己的问题上 她眼都不眨地把自己切割出去 自愿回到爸爸那边继续熬着 不给我和妈妈添加负担 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感情 岂是一句负担可以概括的 妹妹越是懂事 我越心酸 紧紧地将她拥抱在怀里 我的声音开始哽咽 说什么傻话 咱们三个人都在一起才叫团圆 你姐 我没残没贪能挣钱 要你替我操什么心 别再提什么回去的话了 咱们好不容易都要解脱了 没得自己重新回到地狱的 那是什么傻子行为 你别犯傻 知不知道 姐妹妹回报着我的力气很大很大 她就算在董事也只是个十五岁的小孩 是个平日里缺少父爱 只有母亲姐姐可以依赖的孩子 如果可以 她当然不想离开我们 可你会很辛苦 读书要很多很多钱 我不想你那么累 妹妹咬着糊口 哭声虽然小小 但里面的难过一点都不少 你也才二十四 我不想成为你的拖累 傻瓜 我擦去她眼角朦胧的泪水 眨眨眼睛灿烂一笑 我是你姐亲姐姐姐 妹妹之间的事叫什么拖累 别瞎说 你和妈妈好好的就行 姐姐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看着你们好好的 除此之外 我别无所求 你们安好 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好好休息了一晚 也把妹妹的心结解开了 我们一行三人 简单收拾了一下 吃完早餐 就搬进了我 临时租住的房子里 之前我也不是没考虑过 一工作就把妈妈妹妹接过来 但苦于囊中羞涩 自己也是和另一个室友合租 所以这是一直当个没动静 现在我想明白了 有些事是不能犹豫的 钱很重要 但也不是特别重要 我咬咬牙 租个大房子 也不过就是多一段加班熬夜的日子罢了 并不是负担不起 所以将妈妈和妹妹暂时留在出租房内 我迅速起身外出去寻找房源 等一连看了好几家 选定好了未来几年的落脚点后 我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 向妈妈他们宣布好消息 可没想到还不等我出生 妈妈率先和我说了个好消息 孟如 刚刚我在外面擦大门的时候 有人夸我能干 想花钱请我去她家做卫生类 妈妈揉了把手里的抹布 利落地帮我把厨房的边边角角擦拭干净 回复我 刚你室友也说我打扫得干净 说我比他们家庭的保姆还要认真负责 我想了的 按我这年纪再去上班 人家常也不会要我 我没有文凭 也不会电脑 但我手脚麻利 还有一把子力气 我可以干活 听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招聘保姆月嫂 别的不行 洗洗刷刷打扫家务伺候人 我是可以的 这活我擅长 妈妈边说边笑 嘴角上勾起的弧度都透着一股子高兴 从前在家里 爸爸总说做家务不算贡献 把妈妈为整个家的付出喷得一文不值 这种话听多了 妈妈也被洗脑了 总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配 可走出家庭踏入社会 爸爸编织的谎言不攻自破 什么做家务就是闲 什么离了男人 你一无是处 全都是狗屁话 女人从来都能撑半边天 事实证明 任何人都是需要被肯定的 在妈妈凭借着勤劳能干在主顾们口中赢得一片好评后 她更加积极学习 更加对生活有盼望 整个人充沛着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 我觉得妈妈重生了 吞去暗淡的就医 她重新发光发热 活出了自我 我为她自豪 为勇敢且坚韧的妈妈感到无比自豪 只是阳光的背后总有黑暗涌动 在我们为妈妈的心声举杯欢庆时 谁都不曾得知不久的将来会因为一场意外 让所有人的生活差点重蹈覆辙 因为被奶奶哄骗着会有大学生自带嫁妆上门求娶的爸爸 她忽然醒悟了 那天清晨 我们一家三口照常出门上班上学 结果一打开门 就见到胡子邋遢 一身潦草的爸爸正站在门口赤红着眼看向我们 见我们出来 她立即走上前想要拥抱妈妈 还打算给她一个吻 只是这一切都被我拦住了 隔着我这堵墙 爸爸深情款款地对妈妈说 玉珍 你回来吧 我知道错了 家里没了你还是不行 你是不知道这些天我是怎么过的 连碗面都没人给我煮 以前我总说你不好 可真等你走了 我发现没有你 我一天都过不下去 回来吧 玉珍 我想你了 说完这句 爸爸从身后掏出一枝玫瑰 想要塞到妈妈手里 当作告白 然而妈妈压根不接 我也不让看着爸爸星星 做太假的不行的表演 妈妈扑斥一笑 顿时乐了 这种话连三岁小孩都骗不了 你还哪来哄我 真把我当狗呢 撒谎也不打个草稿 你那哪是想我 你是在想 不用拿自动上桌的碗筷 不用洗自己晾晒的干净衣服 和一尘不染试试 不用操心的家 你要的是 重新过回皇帝的生活 要的是 家里有个认打认骂的免费保姆 要的是重振你那 破败残缺的可怜自尊心 谢庆国 我和你过了快三十年 不用脱裤子 我都知道 你在放什么屁 毫不客气 揭穿爸爸的真面目 我和妹妹在一旁当捧梗 哈哈大笑 充当气氛组 为妈妈点赞 只是这通话说下来 爸爸脸色大变 妆都快妆不下去 丢亏气假地说了一句 我还会再来的 就脚步匆匆地快步离开了 我有点忧愁 看着爸爸的背影 我总觉得 事情肯定不会这么简单结束 妈妈淡然一笑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没事的 我和她再也不是夫妻关系 她要是纠缠得过分了 咱们就报警 总不能因为她偶然找上门的关系 就随便搬家离开吧 孟倩还在读书呢 别怕 妈妈在 虽然妈妈的宽慰很动听 但明显有一点她不知道 那就是对于从奢入减的人来说 重新过上以前的美好日子 究竟有多大的吸引力 从这天开始 爸爸就不断上门骚扰变招法的赌人 向妈妈讲述自己那漏洞百出的想念 为了取信于人 她还发毒誓说自己以后肯定会对妈妈好 就算动手也会轻一点 一听这话我就想笑 好吧 我还真笑了 毕竟神经年年有 这种舞到身边的可不多见 不过也是因为这份毒誓 让我明了爸爸骨子里的残暴基因究竟有多澎湃 我不能赌她的自觉性 她以往的劣迹也不值得我去赌 所以我打算搬家了 之前只是搬到省里 还是不够靠谱 这次我决定带着妈妈妹妹一起去外省 再也不回来 只是妹妹现在是高三的关键期 我和妈妈打算再忍耐一阵 等妹妹高考完再走 只是没想到爸爸装模作样的耐心那么低 不过十天半个月的时间 她都等不下去 在一次聚餐回来的路上 她袭击了我们 掐着妈妈的脖子 她反手就是一巴掌扇在她脸上 大骂一声 贱人 给脸不要脸了 还老子对你那么好 又是送花又是念信的 你居然敢不接受摆那个破架子 你以为你是谁老 都老得一脸折子了 还扭扭捏捏 你以为自己是黄花大闺女啊 我呸 妇婚听到没有 不想老子打死你 就和我去妇婚 爸爸越骂越凶 脸上的横肉直飞 完全一副暴徒的模样 妹妹尖叫一声 冲上去一爪子划破她的脸 死死地扯着她的头皮往后拽 让她松手 我用力掰爸爸的手 一脚后心窝 踹得她连连后退 不许她靠近妈妈 可靠近不了妈妈 爸爸的目标就对准了妹妹 她争宁着脸 明显陷入失暴的亢奋中 鹅脚的青筋都因为用力而暴露 我紧紧地缠着爸爸的脖子 强压着她 必须放开 可下一秒 爸爸的手就拽住了我的头发 掐着压倒在地 摁着扇巴掌 妈妈疯了 彻底疯了 在见到 我和妹妹接连挨打 被扇得头晕眼花 即将失利时 妈妈一个冲刺 狠狠扑向爸爸 抱着她的脖子 罩着一侧的台阶滚了下去 她彻底地放弃抵抗 也不顾性命 那么长的一节台阶 她说跳就跳 抱着爸爸同归于尽 只是恶人总是好运的 在即将滚下去前 爸爸伸手勾住了一旁扶梯 烧带了自己一把 没有真正滚下去 而我的妈妈 赤红的液体和记忆里 那晚被爸爸打倒在地 一动不动地背影重合在一起 我忽然陷入梦魇 像是重回过去 抱着妹妹边哭边嚎 一路跌跌撞撞 跑去找叔叔求救的那晚 那天我差点没有了妈妈 现在我的妈妈 好像真的没有了妈 我疯了 彻底疯了 姐 黑尘的天幕 私教的警笛 远处有谁在叫 又有谁猛地扯开我 抢走手里的石头 我拖着鲜血淋漓的手 无意识地冲着妹妹笑了笑 下一秒便晕了过去 等再醒 人已经躺在了医院 妹妹搂着我大哭一场 说妈妈没事 已经脱离了危险 而爸爸他已经被抓了 擦去眼泪 妹妹冷冷地说 有热心肠的阿姨 看到了她施暴的全过程 帮忙打了110 这次她不死 也要脱一层体 没有那个红色小本班 她一个故意伤人 就判得不轻 只要我们坚持不答应庭外和解 不接受任何调停 她这个牢是坐定了 最后几个字 妹妹咬得很重 话语里全是戾气 她彻底恨上了爸爸 在她一而再再而三施加暴力后 那点点微不足道的父爱 已经被完全磨灭 所以当妈妈休克 我也晕厥的情况下 作为在场唯一一个清醒的当事人 妹妹回答警察的只有四个字 绝不原谅 任凭外人怎么瞠目结舌 说她无情 连自己的爸爸都能狠下心告 妹妹也没有动摇决心 我意识 不管奶奶和爷爷怎么哭怎么说 我和妹妹坚持己见 一定要告 绝不退缩 奶奶大哭 她是你爸呀 你怎么能那么狠心 就算她真的做错了什么 你就不能看在她是你爸的 份上原谅她吗 你就忍心看着自己的爸爸去坐牢 蹲监狱好几年不能见吗 你的心怎么能那么黑 奶奶撒泼似的大哭 赖在地上半天都不起来 爷爷也试图和我们讲道理 是她是做过了点 但做子女的哪有会一直恨自己爸的 你们打断骨头还连着筋 百年后依旧是一个姓 彼此分不开 更何况孟茜不是还打算将来耗大学 将来当老师吗 有这么一个有案底的爸爸 你们正审肯定不过关 爷爷奶奶一个撒泼一个冷静 为了爸爸也是豁出去了 双剑何必 想要从各种层面上说服我 只是我和妹妹都不为所动 依旧坚持上诉 到最后 劳两口实在没辙了 就想用长辈的身份来强压我们 勒令我们要是不答应 就不认我们这个孙女 我和妹妹相识一笑 还有只好事 这下可好 更不可能答应了 最后爸爸如愿以偿 去了心心念念的监狱 我和妹妹前往医院去接妈妈 很凑巧地出院那天 我们在路上碰到了一辆开往老城监狱的警车 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正坐着一脸懊悔的爸爸 不过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从今往后 我们真的自由了 牵着我和妹妹的手 妈妈那身漂亮的向日葵碎花裙 在风中摇曳着漂亮的波浪 仿佛在说 海阔天空 你属于自由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赖娇娇跟丈夫黄明贵已经结婚十年了 早就过了七年之痒的这段婚姻生活 对她来说却是备受煎熬 她几乎每天醒来 看着身边空空如也的位置时 她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都是离婚 可是当她做好早餐 看着穿着校服的八岁的儿子时 她又决定再多忍一天 就这样 为了子 她忍了一天又一天 就连八岁儿子从来不敢靠近她 她跟丈夫是相亲认识并在一起的 相亲的时候 她已经是三十岁的大龄女青年了 丈夫比她要小上两岁 家里的人都对她挺满意的 她的身材 长相 还有事业 其实都挺好 可她就是不太感冒 觉得没有安全欲 可家里的人都劝她 你都三十岁了 女人有几个三十岁呢 你要是再过几年 就真的找不到好的男人嫁了 你看大雄 她年轻 事业有成 身材样貌都很好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是啊 她能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于是她就在家人的劝说下 跟黄明贵扯了结婚证 可扯了结婚证的她 非但没有新婚的喜悦 反而还多了几分负重感 丈夫对她总是不嫌不淡 而婆婆对她也不怎么喜欢 当初婆婆之所以同意他们两个的婚事 完全是因为看上了她家里高额的嫁妆 她有时候也会想 丈夫那时候对她好 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 这天晚上 丈夫又没有回来 她坐在餐桌前 看着满脸失望的儿子 然后强颜欢笑 乖 小波 咱们就不等爸爸了 先吹生日蜡烛好不好 小波看着她还是很乖巧 地点了点头 好妈妈 她许了一个生日愿望 然后又把蜡烛吹灭了 第二天早上 丈夫回来了 她一回来便倒头就睡 赖娇娇只能默默地替她把被子盖好 丈夫中午的时候才醒来 赖娇娇已经把儿子送到了补习班 又回来了 趁着儿子不在家 她与她面对面地交谈着 老公 你昨晚怎么又不回来 黄明贵不耐烦地看了她一眼 然后又散漫地回了去 咋的 你还管起我来了 我娶你回家 不是让你当我妈的 是为了让你给我生孩子的 你只需要帮我照顾好我的孩子就行 别的你不用管 赖娇娇看着她死心了 这段婚姻带给她的只有沉闷跟无奈 从此以后 她也懒得问她了 她自然而然地回家过夜的次数越来越少 有时候回来了 身上也带着一股浓厚的香水味 但是她就当自己瞎了 全然不去理会 有段时间 她需要到外地出差一个月 不得不把儿子交给丈夫照顾 丈夫满口答应着 她虽然不放心 可也没有办法 一个月回来 她却发现 儿子变得心事重重的样子 她也没有多想 直到那天 趁丈夫去上班 她忙完了以后 就到儿子的房间去 准备去给她辅导功课 可是 她先偷偷去看了监控 看清儿子偷偷把一样东西塞进书包 她吓得离婚 她气冲冲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然后把书包扔在了丈夫的脸上 坚决地说着离婚 黄明贵把书包拿了下来 然后指责她说道 你发什么神经 有毛病吗 直接就把儿子的书包往我的脸上砸 她又拿着刚刚从书包里面拿出来的一张画 扔到了她的脚下 你先给我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一回事 难怪儿子放学后从来都不让你接 如果不是这次我看见儿子书包 还根本不知道呢 黄明贵愣了一下 然后弯腰把画解了起来 画上面画着的是她跟另外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正在打着画里面的一个小男孩 而那个小男孩便是她的儿子小波 小波趴在门边上 看着他们两个不敢吭声 她冷着脸扫了小波一眼 又把话撕掉了 赖娇娇哭着要离婚 她直接坐回到了大床上 然后一脸无所谓地说着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跟她在一起都好几年了 人家年轻又漂亮 身材比你好 又会取悦我 不像你什么时候都像一条死咸鱼一样看着你 我都想吐 要不是因为你为我们皇家生了个儿子 还带来了那么多的嫁妆 我早就跟你离婚了 呵呵 赖娇娇终于了解了 原来她不是性情冷淡 而是只对她冷淡 她当初真的是因为她的嫁妆 才对她献殷勤 采取她回家的 她后悔了 那么多年来 她一直为了子选择了隐忍 即使早就猜到了 她在外面有外遇的情况 她也总是睁之眼闭之眼 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她只是没想到 在她出差的期间 她竟然把那个女人带回到家里来 而且还动手打了她的儿子 很好 你终于承认了 她苦笑着 那么多年 难道你对我就真的半点感情都没有吗 那你对我有半分感情吗 黄明贵又反问着你 不过就是因为年纪带了 才会用高额的嫁妆 来吸引我们这些小年轻吗 她的话自自追心 赖娇娇不敢相信地看着她 然后又回头看了一眼小波 好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离婚吧 房子是我父母买给我的 所以你得搬出这个家 还有你是婚内出轨还打孩子 所以小波的抚养权也得归我 至于夫妻共同财产 我们结婚多年 一直是A质 所以我也不会要你的钱 你明天就搬走吧 搬到你那个情人那里去 老娘我不愿意伺候你了 白白她说完了这一番话以后 便拉着小波走了 第二天一早 黄明贵就已经搬走了 但是她也收到了法院的船票 她要争夺小波的抚养权 赖娇娇直接向法院递交了家里客厅拍到的黄明贵 跟情人虐待小波的监控录像 从而顺利地拿到了小波的抚养权 妈妈 你知道那时候我许下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吗 那天她牵着小波的手走出法院的时候 她突然抬起头 满脸天真的问了她一句 她证了证 而后问道 什么愿望啊 我希望妈妈跟爸爸离婚 然后找到一个很爱很爱妈妈的爸爸 她笑着回答着 现在赖娇娇再也没有结婚 她想在没有遇到一个真正心动的人之前 她是绝对不会再把自己嫁出去的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 怪我过分美丽 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我妈被离婚了 始作俑者是我小姨 因为只要孩子 我妈被小姨逼得净身出户 法院判决当天 当着众人的面 我表示要跟着爸爸 那年我十二岁 我的复仇才刚刚开始 逆袭上位的人是我亲小姨 那年她才二十六 妙容较好 身姿妖娇 满眼狐媚 可惜这样的美人 却一直都没有婚配 大概率是因为她带着一个富不祥的表妹吧 外公外婆为她操碎了心 临终前还在叮嘱我的母亲 一定要照应好不成熟的她 为了却父母临终的遗愿 母亲好心照顾小姨 没想到小姨却直接爬了姐夫的床 一向温婉如玉的母亲 根本见不得这幅场面 直接病倒了 年幼的我 至今还记得 她在母亲的床边 声泪俱下的惨象 姐姐我真的是情难自尽啊 而且这么多年来 我和楚歌哦不 姐夫早就有感情了 再说了 姐夫她这样也不是第一次了 一张亲子鉴定 彻底毁灭了 我母亲残存的爱意 原来我那个身世不祥的表妹 竟然就是我同父异母的亲妹妹 来自丈夫和妹妹的双重打击 让我的母亲一病不起 小姨还是那个小姨 不过我终于看清了她羊皮下 藏不住的狼毛 年幼如我 似乎一瞬间就长大了 生下十分 小姨美美前来 她总是声泪俱下 要我妈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别太计较 就在我妈妈以为她上有一丝良知 想看在我的面子上内不解决 没想到她的想法 却是 姐姐 你就跟姐夫离婚吧 你的女儿已经享受了十年家庭的温暖了 也该轮到我们家苏苏了 苏苏 快求求你大姨 她拽着年仅五岁的表妹贴到我妈的病床前 大姨 行性好 你都有姐姐了 就把苏苏的爸爸还给苏苏吧 表妹真是人小戏大 一边对着病重的妈妈作医 一边静孩 直接哭了出来 呵 好不要脸 虽然妈妈心里别扭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在无赖小姨的眼里看去 她更是就此拿捏了之前介绍的工作 也不去了 天天守在我家 死活是要一个说法 反正孩子就在这儿 你们要杀要挂随便 小姨反手就把表妹推了出来 姨夫认我们处置的模样 大姨 求求您别打我 小表妹更是开挂 她的双眸就像是水龙头 演技纯熟到三秒落泪的程度 一时间 家里开始总是充斥着孩子的哭闹 小姨的咆哮 真是让人烦躁不安 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 母亲真是又烦又躁 之后的几天 我又陆续听见了 她和父亲之间的争吵 那些不堪入耳的真相勾划出了一幅大人们的脏土 接连几天 只要入夜 我就睡不着 只能在家里的老洋房里来回闲晃忧 我的父亲祖上一直从商到他这一代 已经富甲一方了 自父母婚后 我就一直生活在爷爷奶奶留下的这座老洋房里 即使有些地方的木材出了点状况 父亲宁可封了房间 依旧不肯轻易拆卸 这里都留着我儿时的回忆 拆了就没那个味道了 父亲是个长情念旧的人 对妈妈也很是温柔体贴 老实讲 我曾经的梦想就是嫁给父亲一样的男人 可没想到卸掉了滤镜的父亲竟然比普通人还不堪 楼梯下方 我瞥见了独自坐在把台饮酒的父亲 母亲精疲力竭的几日 他也显得越发苍老 楚歌 你怎么还不睡啊 一道柔柔的女声传来 深夜 我瞥见了那道我早已经猜出来的身影 小姨穿着浅绿色的真丝睡衣 站在灯光下舒展着腰身 婀娜以你睡不着 要不要跟我喝一杯?他一手提着一瓶酒 另一只手被捏着细细的高脚杯 长大了后 我常想当年的爸爸为什么会中招?思来想去 唯一的答案就是人性的脆弱 越是精神集中的时候 越容易开小差 世界上没有绝对理智的人 尤其是在充满诱惑的环境下 永远不要和人性做斗争 你必将会输得一败涂地 苏苏的身份曝光后 小姨就堂而皇之地住进来了 妈妈的脸色一天比一天不好 可除了流泪 似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小姨用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 在我们家扎了根 她陆续更换掉了庸人和司机 等妈妈反应过来 身边已经没有了可用之人 爸爸估计也是懒得吵了 直接躲到了公司 家里只剩下我和妈妈 每日在餐桌上 小姨和苏苏更像是这家的真正的主人 甚至连座位都被调换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 妈妈的精神近乎崩溃了 可小姨还是笑盈盈的 姐姐,我就是想让苏苏过得好一点 你也是当妈的 你肯定懂我 小姨的狐狸眼笑盈盈 可那抹狠利总是让人不寒而栗 不仅仅是妈妈 苏苏对我的侵略也慢慢开始了 她说喜欢我的房间就搬了进来 没有撵走我 而是非要跟我同事而眠 每天晚饭后 她总是会给爸爸的办公室打电话 然后在我进门后又匆匆挂断 姐姐你知道吗? 从小我就特别羡慕你 每次来外婆家 你穿的衣服都不一样 那时候我特别盼望你快点长大 那样那些衣服你穿不了了的时候 就可以给我了 不过现在我也有新衣服了 她扬起一件长裙展示给我看 花色的长裙 直到她的脚踝 分明是我的尺码 苏苏的行为诡异又迷惑 时刻折磨着我 终于 妈妈还是沉不住气 跟小姨坐下摊牌了 她问小姨才能离开 我以为小姨会恼羞成怒 甚至撕破脸皮 没想到的事发生了 我下午就走 票都买好了 小姨回答得特别干脆 别说妈妈 我都愣住了 姐姐你保重 你真的 我说到做到 就是你求我我都不回来 第二天 小姨果然带着苏苏离开了 一切发生得如此快 但是消散得又异常轻松 深深这段时间发生的事都过去了 妈妈安慰得笑显得格外无力 回望小姨来的这几个月 真的宛如一场噩梦一般 秋风从窗外吹来 我感到一股萧瑟的凉意 小姨来时送的绿植已经长了起来 叶片正随风摆动 她真的会走得这么干脆吗 我的疑惑在三天后得到了验证 躲了几周的父亲终于回了家 却是为了和我妈吵架 原来小姨匿名检举了父亲 要不是我在谷交所的朋友帮我通了气 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你能不能别去招惹你妹妹 你真会惹事 父亲是真的慌了 以至于他都忘记了小姨是因为什么才来的 无奈之下 妈妈还是给小姨打了电话 整个白天她就是不接 直到深夜妈妈的手机才响个不停 姐姐你找我 你到底要怎么样啊 你现在我们回来好好谈谈吧 你要求我回来的是吗 那条件就要我开了 离婚除了孩子 其他你什么都带不走 对比妈妈因焦虑而发色的嗓音 小姨的声音明显地清晰在静谧的午夜响起 有种说不上来的诡异 就像是阴差的催命符 直角的母亲 宾死般地窒息 果然 母亲妥协的后果 是离婚 净身出户 父亲也很好心 表示母亲可以把我带走 母子怜心 她理解得净身出户 虽然我还小 但是从旁人的提醒中 我还是明白了 小姨要把母亲赶出家门 那些本来有一半该属于母亲的钱 小姨一分都不想给母亲 母亲也可以打官司 告我父亲重婚罪 但她还是不希望我有一个污点 父亲选择了隐忍 我想劝母亲去告父亲 有没有污点我不怕 但母亲坚持说我小考虑不够周全 最终离婚调节法庭宣判的时候 我在母亲错愕的眼神中选择了父亲 因为我想保护母亲 母亲绝不能一无所有 因为没能拿到我的继承权 母亲这才冷静下来 和父亲进行离婚调节 最终拿走了父亲的小部分身价 我在法庭上闹的那一出儿 属实让小姨慌了一阵 她的如意算盘 因为我的骤变打得并不圆满 不过很快 她就接受了这个事实 你喜欢叫我小姨就继续叫 不喜欢的话叫我什么都可以 家里有家里的规矩 该叫什么叫什么 二婚燕儿的爸爸是彻底中了邪 三言两语都在维护小姨 那姐姐就跟我一起叫妈妈吧 苏苏也眨着大眼睛 一脸的天真 自从妈妈被迫离开 我算是见识了小姨的手段 在对父亲的了解上 妈妈真的比不上这个后来者 比起妈妈那种来自妻子的关切和交往 她面对爸爸更像是对老板 她可以轻易掌控父亲的情绪 并在最适当的时机说出自己的诉求 小姨就像是温水煮青蛙 一步步牵制住父亲的情绪 小姨对父亲是提供最好的情绪价值 对我则是无尽的精神打压 小姨时不时就会在我面前展现家庭温馨 而父亲不在的时候则会对我各种嘲讽 好在已经明白处境的我学会了自我控制 实在难受的时候 我就去见见妈妈 只要妈妈在 我的日子就不算太难 为了妈妈 我就有坚持下去的勇气 小姨会老 我也终将会长大 到时候我就能呵护母亲周全了 明确了目标后 我则把全部的精力放到了学习上 我的学习一如既往的好 在各种赛会上都能掌获名次 但是没过多久 小姨就以我的健康为由 逐步减少了我的各种技能班 没有钱续费的 我只得告别了那些喜欢的东西 苏苏却走上了我的旧路 成了那些老师的爱徒 即使如此 小姨还是担心我用脑过度 在高一的时候 她罕见地研究起我的各项成绩 不经我的同意 她就擅自改了我的择业方向 从我最喜欢的文科换成理科 我是为了你好 每一次她都会在打击我后 再对着我盈盈地笑 我看着她渐渐有了鱼尾文 但是那么狠利 只比以前更害人 我知道小姨之所以在收敛 是因为她还没拿到最大的筹码 就在我入学半年后 我终于还是听到了那个消息 姐姐 我要有弟弟了 苏苏开心地向我宣告 这一次 她甚至懒得说我们 而是直接用了她一人的字眼 离家半年 我才得知小姨已经怀孕七个多月了 纵使是大龄孕妇 她用了不少心思 她特别稳 得知小姨怀孕不久 我趁着周末去看了妈妈 离婚后拿到分红的母亲 很快开始了新的生活 渐渐有了经验的母亲 开始了自己的小事业 虽说比不上父亲的产业 但是较之过往的全职太太 生活已经是质得飞越了 我偶尔还是会跟妈妈见面 她依旧温柔 可眼中里的光却少了些许 妈妈 其实这么多年了 要是有合适的 你可以再婚的 这个想法我早就有了 不过以前年纪小 不敢跟妈妈提罢了 现如今小姨即将母瓶子贵 彻底在家里站稳脚跟 而我本想着 雨一风满后 可以将这对母女赶出家门 事实上不仅是毫无进展 甚至小姨现在是母瓶子贵了 我累了不着了 妈妈抚摸我的脸 很是慈爱 等你考上大学 可以谈谈恋爱哦 到时候妈妈给你把关 我才不找呢 就跟妈妈一辈子 我害羞地腻在妈妈的怀里 享受着难得的温馨时刻 夕阳西下 我也告别了妈妈 她站在我的身后 朝我挥手说 小心过马路 一个怀着运的身影 在我离开后进了妈妈的店铺 三分钟后 妈妈哭着冲了出去 她太难过了 泪水漫出眼眶 模糊了视线 当我转过身跑上前的时候 只听喷的一声 巨大的撞击声后 妈妈的哭泣声戛然而止了 而不远处 小姨正挺着运渡 一脸无害地看着这一切 六年后 望着眼前的金药大厦 我舒心地一笑 回来这边已经有一周了 但是我没联系任何人 如今 我早也不是当初师母的小姑女 而是拥有MBA学位的耶鲁高材生 放弃了美国的高薪 我毅然决然选择回国 一切都是因为一个未曾谋面的男人 那人正是小姨相中的成龙快婿 听说 小姨已经私下安排 她与苏苏接触了很久 只等着汪苏苏毕业就把这事彻底定下来 那男人神秘得很 查了半天我知道的也不太多 听说她是本省最大企业 今世的人比我大一岁 小姨 我妈妈受过的罪 你的女儿也该尝尝了 我找到父亲以前的老对手 在她的帮助下 用一个完全干净的身份通过了男人公司的面试 楚小姐 稍等一下 总裁的会议还有半个小时才能结束 今天是我面试总裁秘书的最后一关 身后的办公室里坐着我今天的考官 也是小姨最心仪的成龙快婿汪苏苏 未来的未婚夫 自从六年前 她诞下弟弟小姨 豪门太太的身份算是坐稳了 苏苏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汪家大小姐 事到如今 万事俱备 只差一门体面的婚事 至于我 不仅因为当年未到十八 遗产只能由监护人父亲代为保管 我就身无分文地被小姨连夜送出海外深造了 我失去的不仅是母亲 甚至连姓氏都被改成了母姓 我姐姐去得早 总得留个念想 自此 我顺理成章地被踢出了继承人的范畴 在异国他乡 连高中毕业证都没有的我 愣是靠着在唐人街刷盘子赚到了大学预科的学费 六年间 我没有联系任何人 自然他们也没理我 小姨不会知道 远在万里之外 我依旧时刻惦念着她 这几年来 爸爸和她看似辉煌 实则已经是徒有其表了 本想着根基再牢一点 我再归来 不过现在算了算时间 我起了身 朝着茶水间走去 带我拿着咖啡回到等待的地方 总裁办公室的门恰好刚被关上 我敲了门禁 好听的男声自室内响起 示意我进门 总裁您好 我是今天来面试您秘书的楚深深 咖啡杯被我放在桌子上 男人头也没抬 我仔细端向着男人的脸 她看上去很年轻 又带着一股子上位者的王者之气 实话实说 小姨选男人的眼光确实好 但是汪苏苏那样的小白花真的会是这家伙的菜吗? 男人自顾自地看文件 丝毫没有理我的意思 半赏才用指甲轻靠了下咖啡杯 这才抬眸看我 我不喜欢擅作主张的下属 言下之意是在下逐客令了 今天是周三 您想喝的应该是阑珊 但是我无权动用您专属的储物贵钥匙 所以只能另选了台上最好的豆子 这杯是曼特宁提神最佳 网传金氏正在和苏迪来化工坛收购 股市更是一天一变 想必他最近一定是通宵盲得要命 你可以出去了 这次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番 关门的瞬间 余光中 我瞥见了他拿起咖啡杯的样子 勾唇 看来我的面试结果应该还不错 就在我准备庆幸出战告捷的时候 一风迟来的邮件搅乱了我的计划 深深姐 对不起 我给你发错照片了 我找的黑客跟我一顿道歉 望着眼前那张面带微笑却又十分陌生的脸 我的表情彻底凝固了 如果屏幕上的这个男人才是我的妹夫 那我今天见的又是谁 很快我就知道了答案 本想聊个菜鸟 却踩到了老鹰的膀子 原来小姨的胃口并没有那么大 她看中的并非金氏现在的大老板金耀廷 而是她的外甥金氏杰 相传金氏杰年幼丧母 也曾深陷家族夺产的大战 险些差点成为了弃子 幸运的是 她有个厉害的舅舅 十年不过二十多的金耀廷 不仅帮她守住了母家的财产 甚至连姐夫的公司也被她做了扣 慢慢蚕食吞并 正是因为年幼的经历 金耀廷一直小心保护着外甥 并未将其深陷复杂的商场中 只做贤职的金氏杰 与人为善 性情很是敦厚 脑海中今日面试的那张脸显现了出来 看上去杀法果决 从头到脚都写着不好惹三个字 真是的 明明是个大叔了 偏偏长得那么年轻 要是你长了一张老脸 我还会这么乌龙吗 没办法呀 撩都撩了 未经之计只有先留在公司了 之后的日子里 我一边暴露缺点 一边继续偷偷收集金氏杰的消息 这一次我没有再出披露 好在金氏杰也在金氏工作 只不过是在另外的部门 我的路桌很快消耗掉了金耀廷最初的好感 一周后 我就收到了HR的停职通知 初小姐 从明天开始 您将不再担任总裁秘书了 如果您愿意接受调配的话 还是可以留在我们公司的 不管怎样 我必须先留下了 我忍住耐心从底层做起 也不断关注着公司内部的调任 在一次次的升职考试中 我终于如愿当上了市场部总监 金氏杰的助理 李扯尔也终于发来了调任令 呵 妹夫 见你一面真难啊 就这样 我成了金氏杰的助理 工作里涉及专业方面 我表现得无可挑剔 但是人情事故上 又不时犯点无关紧要的小错 你的家人一定把你保护得很好 眼色都不太会看 对不起总监 下次不会了 我看上去有点懊恼 负气地低下了头 但是心善的金氏杰 却根本没生气 甚至还安慰了我 没关系 下次这种应酬的场合 你就不用来了 我刚要争辩 反倒收到了他肯定的眼神 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 你不必戒怀 其实金氏杰才是被保护得最好的那个 以至于我的小套路 他一次都看不出来 一来二去 我糊涂精英的人设算是立住了 大数据盛行的今天 我也早已清楚出了金氏杰的喜好 科学表明 人们心中所谓的梦中情人 其实就是那个理想中未曾达到的自己 男女借由恋爱 婚姻的结合完成心中的遗憾 我不确定金氏杰是否会跟苏苏凑合试试 但是要让他真心接受这门婚事 绝非易事 尤其是在我已经努力塑造出了一个 无限接近他的梦中情人之后 深秋将至 墓园也变得异常萧条 站在墓碑前 秋风吹起了我的衣角 墓碑上 妈妈的脸依然美丽 却再也无法回应我的呼唤了 深深 是你吗? 父亲的声音自身后响起我刻意滴入的眼药水起到了效果 酸痛过后 泪水适时落下 爸爸转身 我满脸错愕 摘下了墨镜 眼前的男人早已没了记忆中遗旨气使的神采 大腹翩翩 头发也略显稀疏 都说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他真的和小姨越来越像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不联系爸爸? 多年未见 他的语气里没什么思念 只剩下了不满 如果您没换电话号码 应该早就收到我的短信了 在美国的时候 我也不是没尝试过联系父亲 可是每一次都是小姨接的 你爸在休息 有什么事等他醒了再说吧 没错 估计父亲早已中了小姨的沉睡魔咒 要不然也不会对我遭逢的一切视而不见 再然后那号码直接变成了空号 过去的事儿就不说了 咱们总归是一家人嘛 父亲尴尬地笑了 既然回来了 也该回家看看嘛 那个家里还有我的位置吗? 对 我最好的人不就在这吗? 我抚摸着母亲的墓碑 语气满是委屈 你妈当年走得急 但是那个肇事司机也已经伏法了 深深你要向前看 可不能一直活在过去 妈妈的死真的就是个意外吗? 我盯着父亲 逼迫她回忆当年的事 这还有假? 确实是意外 或许是我的眼神才犀利 她开始躲躲闪闪地回答 其实当年你小姨怀孕 我心思烦闷 就去看了你妈两次 结果被你小姨知道了 就误会了 你小姨当时不是怀着孕吗? 心里特敏感 她误会了 去找你妈吵了几句 谁知道你妈气性那么大 直接从店里冲了出来 没想到一下子出了事 父亲轻描淡写地描述着 聊聊几句 就给妈妈的死定了性 记忆中 母亲被车子撞倒的画面 通过父亲推卸的言语 再次在脑中成下 我揣在风衣里的手捏成了拳 虽然早已预料到了今日的会面 可直到事实完全被说出的那刹 我的心还是忍不住地痛 半月前 我买通了经常给父亲算命的 像是要他夸大其词 将公司进来的不顺 都和妈妈的横死联系在一起 你得在你前期忌日的时候 诚心忏悔 要不然我做法也送不走他 像是连虎带骗逼的爸爸 不得不亲自前来 我等了快一天 就是为了听他亲口说出一切 爸爸 我还想跟妈妈待一会儿 您留个号码给我吧 我会联系您的 嗯 既然回来了 有空就回家看看吧 父亲留下了名片 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的话验证了我早就猜出的真相 妈妈的死小姨脱不了干系 妈妈 您的公道我一定会讨回来的 我的目光一直贪恋地留在母亲的照片上 更加坚定自己心底的想法 按兵不动地我很快就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你跟我说清楚 昨晚在金氏举办的酒会上 我看到盛庄出席的父亲一家 同样的 他们也发现了我 望着站在金氏节身边的我 小姨眼底的火再也藏不住了 我没做什么呀 就是在机要上班而已呀 装无辜吗 我也会换个工作 我随便给你找个轻巧的爸爸 这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我干得好好的 为什么要辞职呀 我是你亲爸 难道还会害你吗 他扔来了一份入职报告 我接过来看到了上边的名头 是家里一间不起眼的分公司 远离核心企业十万八千里 爸爸我不是不满意 是不敢推回了那个文件袋 我唯唯诺诺地回了话 当初您把我的姓氏都改了 我就没敢多想了 您上次问我 为什么回来了不联系您 其实我是怕您嫌弃我 如今您的身家远远超过我小时候 一点点风言风语都会影响家里的骨架 扯出一丝腼腆的笑 我眼中的苦涩那么真实 爸爸我自知比不上苏苏 只想脚踏实地 一点点闯 父亲的老毛 身安抬及打压 都被我一一美化 变成了我配不上的恩赐 徐荣欣大大得到满足后 父亲的话口也松了几许 那你现在住在哪呀 爸爸想你的时候也好见见面 即使不是他的员工 他依旧还是要把我按在掌心的 暂时住在员工宿舍里 那你没有乱说什么吧 一听还有其他人 他马上警觉了起来 眼看他越发担忧 我也适时下了台阶 没有 大部分员工都是本地人 目前就我一个人住那里 这样 我记得你妈妈生前应该有个小房子 你收拾收拾搬回去住吧 当晚我的慈父就将那栋房子的钥匙给了我 一周后我就从赞住变成了彻底拥有 真的要感谢小姨这么多年来的调教 才让父亲的耳根子变得那么软 也要感谢汪苏苏的大手大脚 要不然几百万的房子在父亲眼中也不会那么的不值钱 周末 我秘密转移了母亲的骨灰 前往外公外婆家的老宅院 汪家即将掀起一场骇浪 我才不要妈妈 被抓狂的小姨商急到撕好老宅院没有想象中的杂草众生 那里似乎还有人在打理 辗转问了一圈 我才找到了一直帮忙收拾的人 安置好母亲的骨灰 我亲自带着礼物 拜访了人家 你外公外婆以前就是大好人 我们一直记得他们的恩情 对方很质朴 讲了不少外公以前的事 要告别的时候他八卦了一嘴 对了 你外公收养的那个孩子 后来找到亲爹妈了吗 就是当年别人扔在你外公家门口的 好像是个女孩吧 那时候正好你外婆刚生产没多久 自己的娃没保住 就把那个妻婴留下了 回去的路上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抢走自己姐夫的小姨 她竟是外公捡来的 恩将仇报 没想到我竟然是东郭先生的外孙女 公司即将组织团建 姬世杰邀我一起参加茶水监理 公司的小姐妹们正在激烈地讨论着 听说这次大老板也会来 我一定要咽压群放 我猜总裁一定吃了防腐剂 那张脸比二十岁的明星还要嫩 她这样多金的单身汉 真想一口吞掉 她身边的人各个眼冒星光 期待万分 可对我来说 这真不是个好消息 那次失误后 我越发忌惮金耀廷 她不是金世杰那样的小纯情 武能力挽狂澜做大佬 文可年过四十茂如青 这家伙既是商场上人人敬畏的大资本家 也是那个爱护外甥金世杰的好舅舅 最重要的是 她才是整个金世最大的掌权人 这次的活动 我准备了不少的绝招 是要拿下金世杰 而她就像是个不定时的炸弹 成了我最大的担忧 好在天降福星 听闻一个一直在谈的客户出了点问题 金耀廷连夜去评事了 在那场精心策划的聚会上 我顺理成章和金世杰分到了一组 骑马射箭 你说我猜 一个意志小游戏过后 金世杰看我的眼神越发信任 尤其是在那个默契考验之后 连傻子都看得出我们之间流转的一丝暧昧甜味 你们是不是作弊啊 别的队伍纷纷开始吐槽 我却举了双手认诵辩解 我就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写的 一切纯属巧合 题板上的问题我提前偷看过 答案自然早就烂熟于心了 总监记得给我加薪金世杰恍惚地握住了那个奖杯 而我也拿到我的战利品 他很明显怦然心动 晚上 在沙滩上 大家围着篝火 开始翩翩起舞 你有男朋友吗? 金世杰搂着我 手很老实 眼神却慌乱又期待 总监 你是要查办公室恋情吗? 我没明着回答 却分分钟撩拨着他那颗单纯的心 如果暗恋也算的话 那确实有音乐完美地停住 而我也留下了那句暗示至极的回答 海边的木屋里 我收了刚才的脸色 仔细研究着手机上的信息 那些已经泛黄地收养手续 揭示出了一个妈妈致死也未曾告知我的事实 小姨真的是收养的 而且她貌似早就知道了这件事 你真是坏得彻彻底底的 你特么还想要全世界吗? 那你呢? 你想要什么呢? 一道男生自身后想起 我只来得及暗灭所评鉴 新耀廷站在门口 嘴角擒着笑 他依旧上下打量我 就如同初次见面一般 总裁心扑通扑通地跳着 嘴上还是强装淡定 这么多年来 在我们面前耍手段的女人太多了 她朝着我走来 一身地变装 可还是充满了压迫的感觉 不得不说 只有你特别不专一 那个专一背下了重音 金耀廷那只老狐狸 估计早就看出了我的猫腻 我不敢解释 只怕越说越错 你在这干多少年 才能赚回耶鲁的学费啊 金耀廷站在我的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这家伙少说也有一百八十八 下巴直对着我的额角 他抽出一个信封 轻轻拍了拍我的头 机票和支票都在换你一张辞呈不亏耳 薄唇靠近我的耳畔 一张一盒 吐着最简单又狠利的字眼 小朋友 游戏结束了 计划无端被打断 我也只能暂时掩齐息骨 我没有地辞呈 而是搞了张甲的病例单 然后就跟金士杰高告了长假 这些被迫空出的时间我并未浪费 而是专心去办了另一件事 即使人不在 但金士杰的事我依旧清楚 在公司的几个月里 我收了不少小眼线 只要金士杰有动静 我第一时间就会知道 就在我的影子 慢慢地在金士杰的心中扎根发芽 小姨也终于按捺不住了 她设了场子 安排了金汪两家的正式会面 宴会上 金士杰努力维持着涵养 金耀廷则是一脸地漫不经心 士杰 听说你最近特别忙 苏苏都找不到你小姨先发制人 汪苏苏则一脸地不高兴 按理说你和苏苏也出了这么久了 有些事可以进一步了 汪太太 急什么呀 听说恋爱的毕业又要延期了 二位是不是应该多操心这个事啊 金耀廷是个刺头儿 哪壶不开就爱提哪壶 金老弟 时代不同了 孩子们自己喜欢 咱们就别管太多了 纵使老谋深算 可面对金耀廷 父亲依旧要让上三分 金王两家是有婚约 但是如果恋爱的程度太差 估计跟我外甥也没什么缘分 面对金耀廷在直白不过的嫌弃 汪氏夫妇也只能自顾自地尴尬一笑 这场聚会 他们最终杀鱼而归 汪家人离开后 金士杰终于松了口气 臭小子 不喜欢就直说 爹妈是命中注定 但是女人一定选自己中意的舅舅 我其实确实不太喜欢那个汪小姐 金士杰的话说得很委婉了 这半年她确实有跟汪苏苏好好接触 不过不处则已 一处就显了真身了 汪苏苏从小就爱耍小聪明 上的课程不少 但是没一样精通的 那些花架子片门外汉还凑合 要蒙姬世杰这样真正的世家子弟 简直东施孝贫 行你的事都随你 果不其然 得到了金耀廷的暗示之后 金士杰对我的问候信息 从矜持的关切 变成了深切的思念 愈发浓烈 抓住时机的我 又一次事实出现在了金士杰的面前 偌大的网球场里 场上的男女记忆悬殊 男方明显没有性子 穿着球服的我和一个男人走到了一边的空场 金士杰一眼就发现了我 并完美错过了苏苏好不容易才打好的一个球 你不是在养病吗? 为什么会和别人来打球? 他拦住了我 在我和男人之间看来看去 当一向温婉的男人动了心 斯文也都会被扔到天边 不好意思 总监 这是我的私人时间 我得体地走开 却在上场前忍不住回了头 金士杰眼里的愤怒在那一刻化作惊喜 将她的心思展露无遗 适量的妒忌永远是感情最好的催化忌 在我和男人打球的时候 金士杰再也没有完整地接到一个球 苏苏也不是傻子 自然看出了端倪 这么多年 她早就认可了自己的金士杰未婚妻的身份 哪能受得了这份冷落 她在球场大吵大闹 质问我的身份 甚至直接朝着我砸了球拍 金士杰也不再维持体面 和她吵了起来 受了惊吓的我在男伴的搀扶下 适时退场 跟我谈谈 走出球场 金士杰再也没有放开我 她拉着我进了她的车子 却只知道漫无目的地开着 总监 前边地铁站放我下来吧 我想回家了 你到底怎么了 我给你发了那么多信息 为什么不回 金士杰慌了 傻子都听得出来 你装病失联 请假 都是因为这个人吗 他这么重要吗 连工作都不要了 嘴上说着工作 但是车里全是酸味 我不喜欢被人用球拍打 我出了声 一句话就让金士杰无地自容 对不起 今天的事 如果我们还在见面 今天的事 就还会发生 我是个无依无靠的小透明 但是我也有尊严的 言罢 我别过头 开始抽气 你的头怎么样了 给我看看好吗 金士杰靠了边停车 再也没有收敛 想要探寻我的伤痕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之前都是我痴心妄想了 现在梦醒了 我会都放下的 他越是愧疚 我就越有胜算 果然 我还没开口 金士杰就主动交代了自己和汪苏苏之间的全部细节 我跟他没什么的 都是以前我妈在世的时候定下的 两家之间有些生意我也是这几年才和他熟悉上的 真的我跟他其实一点也合不来 外边的话都是瞎传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灿然一笑 充满了无奈的自嘲 无限留白才是最好的倾诉 他越说越激动 直到把我送达家门口 就差把银行卡号都告诉我了 这小子 未免也太好骗了吧 要我是金耀廷 估计早就要亲自下场 帮他站岗了 那晚在海边 你说的那个暗恋的人 我认识吗 金士杰还是没忍住 正是跳入了我的陷阱 事到如今 还重要吗 夜风中 我只舍得留个背影给金士杰 仅有的动心 并不足以让金士杰彻底沉沦 我还需要最后的一剂猛药 小姨那么仔细的人 很快便会猜出球场上的人是我留给我的 时间真的不多了 有个人差不多也该登场了 监狱门口 一个男人吐着脏话 一瘸一拐地走着 我开着车子 远远地尾随着他 当年他踩下油门冲向我母亲的时候 不知道是用的哪一条腿呢 很快男人的面前出现了一部车子 他也坐了上去 车牌号十分好记 我再熟悉不过了 几分钟后 男人提着一个黑包 从车上走了下来 包看起来不轻 男人单手根本提不动 只能扛到肩上 当了阔太太 就是不一般呢 出手这么大方 可惜那前男人根本还没捂热乎 而就被一群做局的赌博窜子骗走了 祸不单行 他以前欠下的高利贷也找上门来 对方毫不留情 二话不说就给他狠狠地揍了一顿 大哥 别打了 我还 男人被揍得血肉模糊 意识也不太清醒了 高庆 以前你说这话老子信 毕竟你也是这一代最红的鸭仔 可是现在你又瘸又丑 你拿什么还呀 带头的大哥 不怀好意地戏谑着男人 求求你了大哥 就三天 我有个老乡好 他现在富贵了 他一定会帮我的 嘿 哪家富太太那么眼瞎 还能给你钱 男人吐了口血 满脸惨笑 我曾经为他犯过杀人的罪 他不念着我的恩 也得忌惮我的嘴呀 真的 您也知道我进去过 就是为他犯得的事 当时我装酒驾 其实我心里都清楚的 我就躲在附近的巷口 等着一个女人出来 好一下子撞死他 录音笔的开关被我按下了 我真的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了 如果这是个故事 我或许还能按下暂停键 但是楚子玄 我发誓 我要把我妈妈受过的罪一万倍的还给你 这是我第一次联名戴姓的诅咒小姨 呸 她哪配姓楚 她压根就是个没人要的白眼狼 金世杰许氏真的动了心 她主动告知我 自己已经和汪家说清楚了 真的 我发誓 我和汪苏苏现在就是普通朋友 深深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做戏做全套 要是不答应金世杰 那我之前的一切行为就解释不通了 直到真的在一起后 我才发现 原来我竟然是金世杰第一个正式交往的女朋友 有什么做得不好的 你尽管说 我一定努力改 这次我反倒有些犹豫了 她是无辜的 而我真的很卑鄙 对金世杰短暂的羞愧很快就被一定要为母亲复仇的心情冲散了 为了避嫌 我让金世杰给我换了职位 可就算如此 她那情有独钟的关注还是让我们的关系变成了公开的秘密 所以当我看见金耀廷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并未有多大惊讶 甚至眼底还有一丝性慰 我警告过你的 她一上来就是指责 听上去我就像个任性的孩子 虽然明白她的辈分和年岁 可一看那张过分年轻的俊脸 我还是有些出戏 对不起舅舅 感情的事我真的控制不住 我故意给了她尊称 希望她老人家高抬贵手 放我一马 别惹我大外甥 她受了太多伤 什么意思? 难道我就是安然无恙地长大的吗? 金世杰再惨 还有你这个好舅舅来护她周全 我有什么听不得金耀廷的话 我准备反洽 她脑子是废的 跟不上你的节奏 你很快就会厌烦的 没想到这家伙话风一转 竟然直接吐槽起了自己的亲外生 能跟你玩下去的不是她 金耀廷的话似是而非 说完便离开了 带着一枪疑惑 我找到了自己停在地下停车场的车 坐了进去 别动 否则我现在就捅了你 才系好安全带 后座上的男人就起了身了 明晃晃的匕首直压在我的喉管边 仿佛只要大力呼吸一点 就会被割破一般 后视镜里 高庆的眼神冰冷异常 和录音笔里的她截然不同 她说了个很偏僻的地址 叫我开过去 万种思绪在脑海中跳过 我的心就要跳到嗓子眼里了 放在副驾的皮包 早就被高庆扔到了后座 除了开车 我似乎没有任何选择 大哥 你不过是求财 我多给你点 凡事都能商量 呵 老子已经是亡命徒了 钱不钱的 我不在乎 这一次的高庆 似乎变了模样 决心十分坚定 难道楚子玄把全部身家都给了她吗 为什么她仿佛真的要跟我拼命一样 还是说 高庆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就在我心里一片迷茫的时候 侧边忽然闯出了一辆车子 朝着高庆的位置狠狠地撞去 弹出的安全气囊护住了我 匕首受到了冲击 从高庆的手中掉落 插破了另一边的气囊 恍惚间 我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楚深深 紧接着 我被男人一把揽入温热的怀抱中去 视线有些模糊的时候 我抬头看去 赫然是金药廷 高庆受了重伤 在ICU足足躺了15天 不治身亡 这件事随着高庆的死 也被当作出狱后的打击报复 盖棺病论 没人动手脚 她从进医院开始就已经是重度昏迷了 金药廷的话让我不得不死心 难道这就是命吗? 录音并不足以作为呈堂证供 况且高庆全程都没有提及小姨的名字 纵使真相就在眼前 我竟也无力揭穿 这件事后 金世杰更是对我如猪如宝 她变着法得哄我开心 甚至还好心地带我参加发小的婚礼 在宴会上她颇为正式地介绍了我的身份 没想到更大的惊喜正在等着她 新娘正是我在耶鲁时候的学姐 一眼就认出了我 你明明那么优秀 为什么? 金世杰的眼光几乎汇聚了一切的美好 我敢打包票 她已经彻底被我迷死了 落难的凤凰而已 还有人在乎她的羽毛是否光亮吗? 这些天金世杰对我家里的事业知晓了一二 她也算是跟我同病相连 对我的心境自是能体会几分 周末 我们一起去拜会伯父吧 金世杰握住我的手 一股暖流自手心传来 理智告诉我该停止了 可心中的恶魔又在催促着我前行 约定的日子如期而至 我和金世杰没有打招呼 直接回了家 小姨再也维系不了贵妇的矜持 当着庸人的面就骂出口来 金世杰看不下去 跟他们争辩了起来 苏苏在哭 小姨在吼 父亲则是一脸的失望 我在心里狂笑 看着他们三人如跳梁小丑 一般在我面前 楚深深 你还有没有良心 连妹妹的男朋友都抢 小姨才不管真相是什么 反正她就是咬定我了 小姨 我跟世杰的认识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苏苏的存在 再说了 我在金要工作的事 从一开始 爸爸就知道了呀 我满脸无辜 也把庄好人的父亲拉到了战局之中 小姨马上对着父亲怒目而视 父亲也是不会演戏的 他那尴尬的神情 很快就把自己给卖了 小姨开始把矛头指向父亲 吵得好不热闹 懒得看他们狗咬狗 我打算和金世杰一起离开 这时 一个小男孩冲了出来 想要拉开胶着中的小姨和父亲妈妈 爸爸不要打了 他哭得凄惨 大大的眼睛流着泪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小姨的孩子 对于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一直没有多想 可是此刻我却忍不住地盯着他看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那孩子是个少白头 小小的脑袋上黑发混着白色 圆寸的造型也挡不住那星星的白点 别说是父亲和小姨没有这样的病 就连我后来查到的小姨生父母也未曾见过少年白的现象 等等 有个人好像是这样的 趁着大人们在争执 我快速走到弟弟的面前 我叫深深 是你姐姐 你叫什么呀 不经意间的 我摸了好几下她的头 带小姨反扑过来之时 我已经拿到了我想要的 当天下午 我去了维修厂 那辆被金药亭撞坏的车子还躺在角落里等待着我给她定一个归处 翻了半天 我终于在后座找到了高庆留下的头发一样的浅灰白色 仿佛双生子一般 越来越有意思了 等待报告的时候 金世杰带我见了更多的人 虽然跟父亲的关系并不好 但是她同亲奶奶家的亲戚还有着很深厚的感情 尤其是她的亲姑姑 对金世杰一直疼爱有加 当年金药亭帮忙夺产 也要谢谢这位姑姑的大义灭亲 在饭桌上 姑姑一家对我还算满意 尤其在得知我明明成绩优异 还愿意从基层做起 更是给了我很大的肯定 对于长辈们的夸奖 我谦逊地回应着 世杰是个单纯的孩子 以后你一定多帮着她呀 世杰的姑姑话里有话 我听得出来 作为辅政大臣的金药亭 迟迟不肯退位 他们也是敢怒不敢言 而金世杰跟舅舅感情深厚 自然也不会想到这层尴尬的关系 他是真的要的不多 可他奶奶家的人却不这样想 他们能接受把钱留给大哥的孩子 却绝对不会甘心看着嫂子的弟弟 渔翁得利 一个有商业头脑 又没有雄厚娘家的贤内主 绝对是金世杰的首选 在这一点上 我这下唐妻之女的身份 竟然还成了加分项 就在一切渐入佳境的时候 小姨却忽然带着苏苏 闪亮登场了 金世杰已经和姑姑们说了我家的事 所以小姨起先地说的那些话 并没有撼动什么汪太太感情的事 都是缘分 再说 深深也是汪家的骨肉 如今老天非要她和世杰凑成一段 也算是圆了我大嫂的遗愿 是者已是 我们这些人就随着孩子吧 姑姑体面地下了逐客令 算是表明了金家的态度哟 我知道你们想的是什么 是我家苏苏是没这个好姐姐学识好 但是至少 我们家苏苏清白小姨画风一转 直接从包里扔出了一摞照片 前段时间 我这大外甥女 差点出了视耳 要不是世杰的亲舅舅舍命相救 她可没机会坐在这跟你们闲话家常了 那些照片上全是当时的车祸现场 即使撞坏了保险杠 金耀廷的车牌号还是看得清晰 师姐你可真好命 有这天下第一好舅舅 你可得好好孝顺你舅 能舍命救你媳妇 多大的恩情啊 金世杰的姑姑早已变了脸色 连带着看向我的眼神 也复杂了几分 自小一出现 我就知道她一定带着什么大照 我的心从起初的慌张到最后的释然 竟没有我想象中的难过 大概是因为金世杰小心翼翼问出的那句话 她说舅舅说当天她是偶然经过的 是那样 所有的信任都是经不起推敲和试探的 前脚还在饭桌上为我争辩的男人 隔天便没了音讯 在这个手机不离身的年代 三天不联络 已经是非常体面又明显的分手宣言了 我还没来的就悲伤 就有人坐在我的面前主动安慰了我 白瞎我教了他这么多年 一点我的风采都没学到 眼前的男人明明是在骂人 我却听不出任何唾弃的滋味 被人冤枉的感觉不好受吧 听舅舅的话 忘了世杰那个小死孩子 他看着我 眼中没有试探 只有关怀和笃定 你可别以老卖老 还舅舅 现在你可连我半个长辈都不算了 我撇嘴不肯迈 金耀廷这个面子 不当长辈当庭辈啊 我转头疑惑地看向金耀廷那张过分好看的脸蛋 他看着我不明所以 最终叹了一口气 算了 送你个礼物 他拿出一个小盒子 在我面前养了养 你会那么好心 我才不信 这就是只老狐狸 跟他我可占不到什么便宜 二十岁的容颜 三十岁的魅力 四十岁的睿智 六十岁的身家 幸亏当初小姨没有自不量力 给我选了个容易的猎物 要是我需要蛊惑的人是眼前这个老怪物 谁被拿下还真不一定 你呀 算计别人的时候什么都懂 怎么到自己就他没说完 最后轻拍了我的头 随后就把盒子塞到了我的手里 迫不及待地打开盖子 里边是个车钥匙形状的U盘 什么吗 我还以为你真送了我一辆法拉利呢 我装作不满的称怪 心里却已经是归心四见 一辆法拉利而已 你就这么没出息 懒得跟他继续争辩 我积极告别 迫不及待地想要揭开U盘里的秘密 而在我的身后 那个一直注视着我的男人 则不满地嘟起了嘴 且 小孩子就是不识货 老子不比法拉利值钱 手里已经有了不少证据 足以让渣男社死罪人伏法 可我还在思考着 如何才能将所有的事搞到一天 制造一个叫他们终生难忘的修罗厂 没想到这个机会很快就到了 今往两家忽然宣布了儿女要订婚的消息 时间就定在三天后 我倒没有因为金世杰的变心而难过 反倒是做着更加大胆的猜测 小姨这一定是苟急跳墙 又下大招了 我想要去找金耀廷验证这个猜想 不知为何 自那天的会面后 我竟然不自觉地把他归到了自己的阵营 其实我心里也有疑问 就算是他发现了什么不对 大可以报警 为何要撞车呢 怎么说他也是个身家过亿的大老板 无儿无女的 就为我以身犯险 别说金世杰的姑姑起疑 就是我也猜不透 难道他真的对我 楚深深 你是不是装深情装多了 你以为谁都那么容易爱上一个人呢 何况金耀廷才不是普通人呢 还没进门我就听见了金耀廷满嘴的火气 你们都是蠢货吗 事情还没查清楚呢 你干什么要答应他们 看着我进了门 他才啼了口气 没等我开口 他就开始吐槽那帮糟心的败家亲戚 原来再见过我之后 金世杰的奶奶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他们一波波给金世杰做思想工作 试图让他远离我这个不简单的女人 心情郁闷的金世杰喝了不少酒 竟然迷迷糊糊地和前来安慰他的汪苏苏发生了关系 事后汪家人不依不饶 非要金世杰给个说法 相较于不清不楚的我 他们矮子里拔大哥 还是选了汪苏苏一帮蠢货 天底下哪有这么凑巧的事 金耀廷早已看穿无奈 利益面前 金世杰的姑姑临心早就把他当作了侄子最大的对手 根本听不尽劝 你那么生气干什么 难道是因为不想随份子吗 我装作十分认真的疑问 逗乐了金耀廷 你是又要出什么鬼点子了 别冤枉我 我只是想去凑凑热闹 我坦白了自己的想法 要金耀廷带自己前往婚礼现场 婚礼准备得这么苍兜 小姨一定害怕节外生枝 没有金耀廷的帮忙 估计我也就只有变成苍蝇才能飞进现场了 你的心真大 前男友的婚礼你也吃得下饭吗 谁说我是去吃饭的 我是去送挂的 看来最后的大戏就要开场了 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 收到请柬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先走了 我站起身就要朝门口走去 金耀廷却直接从办公桌的后边一跃 跨过一米多宽的桌子 自背后孤住了我 怎么指使完我就想走 妈的 她是哪里来的老妖精 伸手要不要这么矫健呢 怎么就是带我去参加个婚礼 总不会要我帮你出份子钱吧 那种熟悉的感觉袭来 我不由地绷住了神经 既然那么多人认定了咱们俩才是一对 那我们就满足大家的期待吧 婚礼当天高朋满座 整个城市里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 这里一大半肯定都不是冲着汪家 直到看见了来接我的金耀廷 我才发现他给我的礼服造就暗藏玄机 不用穿得这么明显 只要我和你一起进门 大家就会开始疯狂议论了 没办法 油腻的中年人就喜欢炫耀 他摊开手 毫无廉耻地承认了 我懒得理他 这个人越熟悉 就越跟第一次见面的形象分邦 直到看见了酒店门口的结婚照 我才意识到 有些事真的要在此刻完结了 果不其然 一走进大厅 人们的目光就都被我和金耀廷牢牢吸引 他是向来的老 脸皮厚 直接带我坐到了主宾席上 临心颇为不满 话虽体面 可言语间都是对金耀廷的不满 他说他为老不尊 金耀廷却依旧我行我素 甚至还直接回了句 女人越老化越多 小姨的眼睛 从我进来那刻就一直盯着我 生怕我会轻举妄动 直到婚礼即将完美里程 她才终于舒了口气 再能看到自己的女儿出嫁 我死而无憾了 她幸福地泪水滑下 任谁看过去 都是一个善良温和的母亲形象 台上的汪苏苏 就像是得了胜利的母鸡 高傲地仰着头 至于金氏杰 她倒是全程板着一张脸 面无表情 紧接着 主持人画风一变 忽然邀请神秘嘉宾登场 下面有请新娘的姐姐送来一份特殊的礼物 在小姨和父亲错愕的瞬间 我已经接过了主持人的话筒 站在了舞台的中央 不行 必须要拉她下来 不仅仅是小姨 林家的人也都慌了神 可一些穿着变装的宾客 忽然从四面八方走来 控制住了想要拉我下台的人 林心毕竟是见过世面的 一下子就懂了 金耀廷 这可是你外甥大喜的日子啊 你这样让世杰丢脸 是要做什么呀 要是世杰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娶了个杀人犯的女儿 那才是真的丢脸 小姨像是摸了店门 浑身站立 亲家 你们哪里听到的谣言 是不是深深瞎说了什么 那孩子对我们有恨 他的话听不得的 父亲急忙出来打圆场 这场婚事对于汪家的意义远不在于嫁女 当初他可是以要告强奸为由 得到了林心允诺的注资 要知道 现在的汪家早就因为前几年的大量囤地债台高筑 要是再还不上银行的贷款 他可真连个空壳子都剩不下了 汪老板 你还是好好听听你女儿要说的话吧 握住麦克风 我望着台下一张张充满了不同表情的脸 这一刻 我等了何止六年啊 本在播放现场录像的大屏幕被切走了 图片一张接着一张张的播放 从最初的收养报告到之后的亲子鉴定 从高庆对着混混头目的许诺 到汪苏苏念书期间和别人大尺度的色情录像 短短十几分钟 在座的各位见证了汪家储家纠缠了三代人的故事 他们接收的信息太多了 有的人在笑父亲戴了绿帽 不自知的愚蠢 有的人在枯萎失了母亲被丢到国外挣扎求生的我 有的人已经开始破口大骂小姨的恶毒 甚至超过了电视剧里杜撰的情节 更多的人拿出手机拍下了 这足以压过每一条热搜的名场面 最先反应过来的父亲死死抓着小姨 开始抽嘴巴 一副要鱼死网破的模样 贱人 你自己就是个野种 居然还想让老子也给你养野种 吓傻了的小姨顾不上痛 面对血淋淋的罪症 她使劲地摇着头 我没有 我没有 顾兄杀人我没有 可惜被打得头破血流 都没人听她的辩解 汪老板 你这样的家庭太复杂了 我们世杰高攀不起 林欣则拽着一脸猛的金世杰起身就要走 世杰那些录像都是假的 你不要信啊 汪苏苏死命地抱着金世杰的大腿 她已是狼狈不堪 花容失色 台上台下已是众人分香 唯有金耀廷一脸的云淡风轻 她护着我远离人群的喧嚣 白期待了 我还以为你要当场官宣呢 算了吧 一生舅妈我可担不起 我还不想长辈分呢 她的意思我明白 但我就想逗逗她 警车的鸣笛离得越来越近 我知道善恶终将到了要报的时刻 没过多久 汪家的事就彻底落幕了 我那享福几十年的小姨 没有律师帮忙 也没人打通关系保释 直接判了买凶杀人的罪行 二十年有期徒刑 汪苏苏因为失去了金世杰这个成龙快婿 自己又没任何能力 燕照一事也断绝了她再嫁豪门的可能 每日只能靠陪酒为生 后来听说被一个家暴却有钱的老男人娶了 每日伤痕累累 而我那风光一世 出轨后还纵容小三买凶杀人的父亲 因为失去了金家的帮忙 公司资金链断了 填补过后只靠一些老本勉强活着 不过这男人倒是做了这么多年 唯一硬气的事 强行跟小姨离婚 与苏苏断绝妇女关系 再把那绿帽来的儿子送回了高家 他似乎醒悟了 也没脸来找我 我听过后就笑了笑 没再花心思去理会这关系破裂的一家三口 因为粉末登场 又闪亮泄幕 你的人生是不是该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金耀廷又扯着笑开始每日例行地对我展开进攻 这段时间和金耀廷交往越密切 她的一些过往 我也越熟悉 原来不仅在国外 我们是校友 甚至于之前外公外婆在世的时候 她还有幸一块用过餐 因为很久之前就见过我 也了解过楚家的一些事 因此她在我回国后便第一时间认出了我 她知晓我所有行动的目的 用她的方式和我打着配合 反正我已经是晚节不保了 要不你就收了我吧 做梦你还没好好地追过我呢 我挑衅地看着金耀廷干嘛老得追都追不动了 趁着她不注意 我一把抢了她的车钥匙 飞奔着朝那辆红色的法拉利跑去 小狐狸 等我追到你的 让你看看什么才叫老当义壮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这种家人不要也罢 爸妈为了支持弟弟创业 逼我去借五十万高利贷 还不上就得嫁给当地五十岁的养猪厂老板 但他们不知道五十万还没我一场直播挣得多 认清现实后 我直接摆烂 彻底和家人断绝关系 家里房贷还不上 抱歉 与我无关 弟弟又闯祸了 你自己搞定吧 爸妈没人养老 我们早就不是一家人了呀 我七岁那年 刘永强出生了 爸妈说 男人才是刘家的未来 给你取名帕尔 就是为了今天 女人唯一的出路 就是找个好人家价了 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除非你自己交学费 每月再寄一千块回来给你弟 否则你别想上学 那天晚上我拿着被撕碎的各科第一成绩单暗自唾弃 我要证明女人并不是只有嫁人这一条出路 我发誓要将自己供上大学 改变命运 寒暑假进工厂捡费品 帮人补课 平时伙食费不敢超过十块 下课了就去送外卖 晚上再到便利店兼职干到凌晨 期间还要应对刘永强要生活费的骚扰 一直坚持到大肆毕业 就在我即将面试一家大公司的结果眼上 刘永强突然打电话给我 姐 你快回家吧 爸妈被人骗了 现在一共欠了五十多万 要是还不上 对方就要逼咱爸把房子卖了 这消息有如晴天霹雳 我放弃了面试 怀着忐忑的心感回老家 可等着我的 却是一张写着我名字的高利贷借款合同 我爸笑盈盈看着我 他说 胖儿 你弟和朋友谈了个创业项目 需要五十万 我都和黄老板说好了 你先替你弟借这笔钱 等他发达了 你也能过得好 拿起合同 却发现上面写着本息 一共八十万 一年内还清 若是借贷人无法偿还 则自愿嫁给债主作为赔偿 我看着一旁四十多岁满脸肥肉的黄老板 只觉得内心恶心到了极点 你们把我骗回来 就是为了让我借钱给刘永强创业 我妈沉着连走上来 我要不让你弟这么说 你怎么肯回来 你们不仅要我借高利贷 还让我这辈子都压上 我弟正在屋外和朋友打牌 听我这么说 头也不回 戏谑道 姐姐 黄老板可是有钱人 你要是能嫁给他 那是你的福气 我冷冷地盯着他 这福气给你 要不要 刘永强被我对得一致 顺手将牌摔在桌上 反正这五十万你必须得出 凭什么你自己有手有脚 不会赚钱 我爸听到这话大怒 抓起手边的盘子 直接朝我丢过来 就凭他是你弟 是这个家的男人 你今天要是不签 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 盘子不偏不倚 直接砸在头上 伴随着碎裂声 鲜血大朵大朵低落下来 那碎裂的盘子 宛若我和这个家之间 微不足道的亲情 今天盘子碎了 这份所谓的亲情 不要也罢 我抬起头 平静地看着我爸 好 但你记住了 今天不是你不认我这个女儿 是我要和你们这家吸血鬼断绝关系 刘帕尔 你想造反吗 我爸忽然抱贺 你去打听打听 村里谁家的女儿能读到大学 我们对你已经够宽容了 我抓起写由我名字的合同 一把撕碎 刘先生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扭头朝着门外的方向走去 他们呼地站起身来 不许走 你走了 谁来给永强贷款 我妈站起身来 不由分说地拉扯住我 我扭头看了刘永强一眼 让你们的宝贝儿子自己想办法 我妈难以置信地望着我 刘帕尔 我们养育你这么多年 你居然能说出这么歹毒的话 白眼狼他又哭又闹地躺在地上撒泼 可我已经很下心 要跟这样的家庭断绝关系 脚步并未停止 妈的 你敢走出去 老子今天就打死你 我爸抄起一根扫帚 狠狠地朝我追来 他一下又一下地打在身上 就像在打牲口 你这条命都是我们给的 你敢忤逆我们 黄老板见状直呼 赶日再谈 然后抱起皮包 就往外走 而我爸妈则是将我推散出家门外 滚出去 到家门口跪着 以后你在外面饿死冻死 也别求我们收留你 滚 阴冷的风吹乱了我的发 零零散散几根被粘在伤口处 这个家里从来都没有我的位置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他们一直喊我赔钱货 我不干家务 就连一口饭都没得吃 可刘永强不一样 他是爸妈手心的宝 从小到大 食指不沾阳春水 甚至是我寄回家里的生活费 也全都换成了他的名牌鞋和手机 如今还要我为了刘永强 搭上自己的一生 屋里头时不时传来赔钱 或早知道 当初就该掐死他没用的东西之类的话 我爸甚至还叫嚣着 让他好好反省 明天不把合同签了 我就打死他 我把额头上的血擦干 随后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报警电话 交代清楚了事情的始末后 警察严肃地敲开了我家的门 我爸破口大骂 我怎么会生出你这种不孝的女儿来抓我 把我抓走 让大家都知道 我的亲女儿居然报警抓她 老子我妈也开始哭天枪地 我是做了什么孽呀 为什么生出这种女儿 就是想要把我们气死 警察见状也十分为难 安抚了我后便开始劝我接受调解 我冷冷地贴着在地上打滚的爸妈 只提出一个要求 我可以接受调解 但是我要签署一份断绝妇女关系的证明 警方再次为难地看向我 这种断绝关系的证明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 刘永强难以置信地望向我 不就是让你拿点钱回家 你居然真的要跟我们断绝关系 我爸平时最要面子 听了这话更是扯着嗓子叫喊 签就签 但我们养你这么多年 你是不是该把这笔钱还给我们 好 我哑着嗓说道 但你今天把我打成这样 是不是也该赔我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 从我的接生费到奶粉钱 再到吃的每一顿饭 穿的每一件衣服 每一笔账 我爸妈都不肯放过这家吸血鬼 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吸血的机会 最终 我给了他们两千块 那是我身上仅剩的两千块 外加身上这件衣服 我爸才假惺惺向我道歉 并在断绝关系证明上签字 以后你弟弟挣了钱 你别眼红 等你流落街头 也别想让我们接近你 拿到那张断绝关系的证明后 我扭头离开了家 他们在我身后咒骂声不断 扬言要看我饿死街头的惨状 我脚不决绝 穿着单薄的衣服 拖着受伤的身躯 缓缓朝着前方走去 摆脱了这家子吸血鬼后 我发誓要让自己过得更好 回去第一时间 我就找了大学室友孟田 高中暑假 我好不容易靠着打工凑齐了大学的学费 却被我爸已要给弟弟买新鞋为由抢走了一大半 当时是靠着孟田借我的两千块钱 我才侃侃赶上了报名注册 在大学的时候 也是孟田鼓励我和他一起做自媒体 拍视频记录生活 这不仅让我赚到了人生中一笔大钱 更是让我在毕业后找工作变得更加顺利 帕尔 你爸妈怎么样了 孟田关切询问 还有 你怎么受伤了 我垂着眸子 磕磕巴巴地将家里逼我为弟弟贷款的事情告诉了他 孟田气愤不已 怎么会有这种爸妈 他们也太不是人了 你没答应他们吧 这可不能答应啊 否则你这辈子就完了 看着孟田关切的模样 我忍不住鼻子一酸 贴过脸去深吸一口气 放心吧 我已经正是跟他们断绝关系了 孟田长叔一口气 心疼地看着我 你早就不该搭理他们了 看看你这几年过得多难 每天吃不饱睡不够 挣了钱第一时间还得寄给你那个不靠谱的弟弟 看看你的脸多瘦 我下意识伸手抚摸上自己的脸 难受地低下了头 孟田 多次麻烦 他让我感到十分抱歉 你还能帮我争取到面试的机会吗 大学毕业 孟田凭借着优秀的能力 已经成功拿到了头部传媒公司的暴风 而我却因为这场闹剧错过了面试的机会 孟田当即拍着胸脯表示 他会想办法替我争取 在他的引荐下 我终于获得了新一轮面试机会 凭借着我大学这几年做自媒体的经验 以及账号小有成就的数据 最终顺利签下合同 与孟田进入了同一间公司工作 他与我都十分兴奋 今晚我们一起去吃顿好的 可是我却犯了难 我身上没多少钱了 马上还要租房 又是一笔开销 孟田听后特别仗义 递大手一挥 不用租房子 直接搬进我家 跟我一起住得了 见我犹豫 他干脆抓着我的手臂撒娇 我俩大学时候就最要好 如今又是一个公司的 住一起也方便交流工作呀 面对孟田的盛情邀请 我没再拒绝 孟田的爸妈十分热情地欢迎我 甚至亲自下厨 做了一大桌子菜 帕尔 别客气 你就把这里当成是你自己的家 在吃完饭后 我主动承担起家务活 却被孟阿姨拦住 哪有让女孩子做家务的 老孟 你过来把碗给洗了 我忐忑不安地站在原处 却看见孟叔叔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接过我手中的碗筷 冲我和善地笑了笑 望着他们一家人和气融融的氛围 我突然有些失了眼眶 我才明白 原来爸妈对于女儿并不仅仅只有索取 原来女儿也是可以成为父母的心肩宠 大公司的节奏很快 为了快速适应 我常常直播到顾不上吃饭 在空闲时候还得恶补各种产品的知识 研究用户的痛点 找到不一样的角度去展现产品的卖点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我从公司的新人成为了领导口中那个很拼命的女孩子 为了磨练自己 我的直播时长是别人的两倍 甚至连其他主播不愿意接的产品 我也统统包揽了下来 我需要爆发式的成长 我的心里憋着一口气 终于在这样疯了事的努力下 我直播间的人数逐渐上升 直播间的成交金额甚至成为了公司新人主播中的第一 孟田多次埋怨我 为了工作 简直不要命了 作为直播运营的她 也十分积极地为我接了不少大品牌的直播需求 默契配合下 我们的事业都往前收获了不小的突破 我逐渐看到了希望 头一次体会到了为自己而活的感觉 就当我庆幸摆脱了家里的控制时 却再次接到了我爸的电话 闹够了没有 我们村马上会有大主播过来直播宣传 你弟那个项目肯定能赚大钱 你明天回来签贷款合同 我跟你弟弟说了 等他以后赚到钱分你三成 他言语傲慢 仿佛这是对我天大的恩赐 刘先生 我记得我们已经签断绝关系 证明你以后别再打电话来骚扰我了 我爸听后勃然大怒 刘帕尔 我他妈的真是给你脸了 那可是你亲弟弟 别说让你替他借点钱了 就算要你搭上这条命也是应该的 什么叫应该的 身为刘永强的姐姐 是我欠了他什么吗 我听得愤怒极了 当即挂断了电话 然后把电话卡给换了 他们这样的吸血鬼 过去不配成为我的家人 现在更不配出现在我面前 随着我直播间的数据越来越好 孟田给我接洽到的直播项目越来越宽泛 甚至为我规划了一些转型的直播 比如去偏远地方进行爱心助农直播 我十分看重职业上的每一次挑战 若是能成功转型 能让我的职业规划上多一些可能性 新项目需要前往乡村筑农 免费宣传 当地农副产品 当我拿到相关的项目文书后 发现第一个需要前往的地方 竟然是我老家孟田 看着项目书小心翼翼地去着我的脸色 帕尔 要不我们跟公司申请一下 换个地方 机会来之不易 我不愿意因为家里的糟心事放弃这次的直播 我挤出一个笑 不用 根据公司的安排来就好 我有信心能播好孟田当即表示 那我要跟你一起去出发当天 烈日暖阳 公司的直播团队的车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村子里 村长领着乌泱泱一堆村民笑嘻嘻地在村口迎接我们 我这才回想起那日我爸在电话里提起村子要开始的直播宣传 竟然是我们公司接下的项目 在一片欢迎声中 我缓缓地从车上走下来 村长看到直播队伍里居然还有我 他十分诧异 帕尔 你这是 孟田抢先一步答话 他就是这次爱心助农直播的大主播 然后又极其夸张地介绍了我以往直播的傲人数据 惊得村民们连连惊呼 直到这一刻 他们望向我的眼神中充满了感激与尊敬 村长态度恭敬地带着我们前往直播基地 我慢悠悠地跟在后头 孟田悄悄地在背后拱了拱我 怎么样 有没有衣锦还乡的感觉 再次回到这里 自然是思绪万千 路过了曾经的家门口 大门随意搭拉着 毫不忌讳地朝路人展现出他的破败 可是前院却传来了我爸暴怒的声音 快打电话叫那个不孝女回来签合同 黄老板那边已经没有耐心等我们了 上次打完电话后 胖儿的手机就打不通了 我妈唯唯诺诺地应答 却让我爸狠狠地将手上的东西一摔 刘永强怒道 爸妈 姐姐要是不肯帮我借钱 那我创业的事情怎么办 我爸笑着安慰他 别担心 黄老板看上他了 财礼我都谈好了 五十万 他要是不帮你借钱 我们就把他绑给黄老板 即便已经断绝关系了 可我听到这话 还是不免觉得一阵胆寒 他们的心怎么这么狠毒 他们究竟把我当成什么了 我妈一个转头忽然瞥见我 她气愤地追出来 你这个不孝女 终于舍得回来了 赶紧打电话让黄老板过来 把我们的贷款合同签了 我爸扯着嘴冷冷一笑 就知道 你迟早得回来 派出所里整那么一出给谁看 还愣着干什么 进屋里吧 刘先生 我和你们一家 已经没有关系了吧 刘永强要创业 让他自己想办法 想让我替他借钱 做梦吧 我妈哆哆嗦嗦指着我读书读到狗肚子里 竟然不管家里人的死活 我怎么没管家里人的死活 你们不会是忘记了 先前我不仅要承担家里的开销 就连刘永强的新房子也是我在越宫吧 我霸气地伸手指着我 你不拿钱也不肯帮我们借钱 那你滚回来干什么 孟田早就瞧他们不顺眼 听到这声问话更是愤怒 既然断绝关系了 回来干什么也不关你们的事啊 我爸脸上挂不住 当即指着孟田骂我 教训我女儿和你有什么关系 村长听见争执声 连忙一路小跑到了我们的面前停下 陪笑道 他就是个神经病 大早上犯魂 两位千万别跟他计较 随后他又板起脸呵斥我爸妈 你们少说两句 要是得罪了大主播 影响了我们村农产品销量 我跟你们没完 大主播 我爸狐疑地朝我身上打量 你那富贵样子也能当主播 村长唬着脸警告他们不准乱说话 这时 我弟刘永强放下手机 轻蔑地看向我 你不一天能赚到二百块吗 村长背着手冷哼一声 二百 人家是大主播 一场最少能赚二十万 他们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眼神逐渐闪烁出狂热的光 二十万居然有那么多孟田火上浇油 如果数据好的话 可不止这么多 我弟望向我的眼神充满了崇拜 他终于放下手机 有些怯怯地喊了我一声 结 然而 我懒得搭理他们 扭过头 便跟着村长往直播基地的方向走去 我妈却跟在我身后 一个劲嚷嚷着 我家帕尔有出息了 居然是大主播帕尔 中午你就回家吃饭 妈给你们做好吃的 孟田受不了地翻了个白眼 这都什么人 他们也太现实了吧 这变脸的速度真是绝了 可不是吗 但我没再搭理他们 竟直跟着村长走到了直播基地 因为对老家的农产品很熟悉 我直播起来得心应手 我的名气加公司运营的助推 直播间的人数众多 村子里的农产品销量也疯狂飙升 坐在我身旁的村长笑得裂开了嘴 一连播了三天后 我为村里创造了不小的收益 村长更是派人一天24小时盯着我爸 生怕他又来影响我直播 在村里直播这段时间里 我妈有两次带着水果来直播基地探望我 在过去十几年 我能吃的只有刘永强吃剩不要的东西 当然我一次也没见他 最后又只好原风不动地拎着那堆食物 原路返回 直播完成后 我们准备离开村子 在我准备上车时 却听到我妈在身后大声叫喊我的名字 但是我头也没回 直接走进车内 将车门关上 孟田朝着后头看去 他们傻眼了 本以为你离了他们不能活 谁知道你居然成为了大主播 是啊 他们怎么会料到 向来不被重视的女儿 有一天会以这种方式高调回村 后悔死他们去 听着耳边传来孟田的咒骂声 我轻轻地笑了 算了 不理他们了 与其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人的身上 倒不如多研究下一场直播 这次转型的直播反响极好 公司又给我接了不少相似的直播项目 我忙得晕头转向 奔波在各地的直播基地里 却感觉到十分充实 如今的我 为自己拼搏的每一天都有意义 然而 在我以为自己彻底跟过去告别 开始步入新生活时 刘永强却突然出现在了我公司楼下 有事 我很忙 实在是不想跟他多废话 刘永强无奈地对起笑 姐!你现在工资挺高的吧? 我没回答 只是冷冷地盯着他 听他们说 你们这种大主播一个月能赚十几万呢 我最近手头有些紧 你能不能先给我点钱? 不多 三十万就成 刘永强二十来岁的人了 整天无所事事 只会伸手要钱 我看到他都烦 三十万就成 他们是真把我当成提款机了 我拿出手机 准备叫保安把他们撵走 见我没有搭话 从刘永强的身后 走出来两个身影 竟然是我爸妈 这是他们的眉宇间 没有了往日对我的厌烦 换上了讨好的笑 胖儿从前都是爸妈有眼无珠 不知道你这么有本事 听说这可是大公司 你一个月赚的可不少呢 我妈搓了搓手 家里出了点事 你弟弟自己借了钱 原本想跟别人一起创业 没想到出了点意外 全赔进去了 黄老板说 要是不能按时还钱 就要打死你弟弟 你这个做姐姐的那么有钱 能不能先拿几十万出来 替你弟弟填补一下 他们理直气壮 一副拿捏住了我的模样 家里出事了 我故作惊讶 那又不是我的家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妈冲上来 一把扯住我的衣袖 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胖儿 你做人不能这么狠心 要是之前你一开始肯借钱给你弟弟创业 他现在早就赚到几百万了 还需要来找你拿钱吗 我冷着脸 所以你的意思是 刘永强现在还不起钱 都怪我没有贷款给他创业 不然呢 我爸也跟着吼起来 我们家的新房子 因为断供 也被银行拿去拍卖 永强错过了好时间 创业全赔了 这一切不都是你害的吗 听着这番三观扭曲的言论 我从未像此刻般庆幸自己与他们断绝关系 他们简直无药可救 我摇了摇头 扭头就要离去 我爸冲上来 又想要跟我动手 却被我一个凛冽的眼神吓回去 你要是再敢像从前那样打我 我会让你直接牢底坐穿 他们几人目瞪口呆 完全没有料到 我能狠到这种程度 争吵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 不少人开始围上来指指点点 其中不乏公司同事 以及看过我直播的人 帕尔 就在这时 孟田领着他爸妈小跑着朝我过来 孟阿姨更是亲密地搂着我的肩膀 今天帕尔难得不加班 干妈请你吃顿好的 我爸皱着眉头 往他们的方向撇去 带着公鸡的口吻 询问他们是谁 孟阿姨轻轻挽着我的肩膀 让我不用怕 随即轻轻开口 你不是听见了吗 我是帕尔的干妈 住在孟家 这段时间 他们带我如亲生女儿一般疼爱我 便认了孟田的爸妈为干爹 干妈孟叔叔更是护在我面前 鄙夷地看着对面那三人 你们不是说要把帕尔赶出家门吗 现在是家里没钱了 过来找女儿要钱 围观群众听罢 这才恍然大悟 纷纷指责起我爸妈的不是我爸 怒气冲冲 你胡说什么 给我闭嘴 孟阿姨不甘示弱 我老公说错什么了吗 帕尔就是太倒霉 有你们这种吸血鬼父母 什么吸血鬼 我们是刘帕尔的亲生父母 你们算什么东西 够了 我爸妈被我忽然出声吓到 邓卓眼望向我 你们要的钱 我不会出 刘永强是你们的儿子 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 要不要我把那天签的证明书 再给你看一遍 以后 那个家的所有事情 与我无关 我妈惊恶地望着我 我们供你吃穿 你竟然真的这么狠心 我很心你们重男轻女 从小就不喜欢我不干完 所以家务就不让我吃饭 从初中开始想读书 就要自己赚学费 供我吃穿 你们别忘了 我穿的都是刘永强穿腻了的旧衣服 刘永强嘟囔着嘴 仍不死心 姐 求你救救我 如果在月底我还不上前的话 会被那帮人打死的 我冷冷地望向刘永强 是吗 祝你好运 说完后 我喊出了公司的保安 将他们一家三口 给赶得远远的 爸妈黑着脸追在我的身后 大骂刘帕 你个不孝女 放着自己的亲爸妈不管 居然去对别人的爸妈好 我转过头 凝视他们被保安拖着走的样子 轻轻开口 你们这种人 不值得我对你们好 上车后 孟田紧紧握住我的手 别难过 不管怎么样 你都还有我们 孟阿姨也俯着我的头安慰道 你计较我一生干妈 以后就把我们当成你的爸妈 我感激地将头靠在孟田的肩上 谢谢 谢谢你们 晚饭定在了孟田一直想吃的那家高端餐厅 看着他们吃得开心的样子 我也觉得特别幸福 慢慢的我自然也就忘记了今天所有的不快 我不知道今天过后 我的亲生父母是否会后悔从前对我的磕待 但是后面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并未在受到他们的骚扰 孟田仍有一虑 我担心你爸妈会不会气急了跑去你公司闹 不会的 他有些着急 你别那么相信他们的人品 我倒不是相信他们的人品 我是相信我们公司的安保系统 孟田迟疑了一会后才缓缓笑出声 行啊 帕尔 你想现在倒是比我想象中淡定许多 我还以为你以为只要我爸妈朝我示弱哭一哭我就会妥协 继续当他们的提款机吗 不会了 以后再也不会了 孟田见我如此才缓缓松了口气 回到家后 他走进我房间 悄悄开口 其实我知道 刘永强为什么急需那么多钱 从孟田的口中我才得知 原来刘永强这个蠢货不仅是借钱创业那么简单 他早年辍学在外 结交了一堆狐朋狗友 经常在人家面前装逼 让别人以为他人傻钱多 所谓的创业项目不过是刘永强那堆狐朋狗友给他下的套 他还真傻愣愣地钻了进去 不止这些 你那个蠢弟弟还中了仙人跳 他借钱去投资的项目黄了 去夜店借酒消愁 不小心搞大了别人的肚子 那女的私生活很乱 是谁的孩子都不好说 这下带住刘永强 咬死了不放欠款 加上女方家要的彩礼钱 够他们吃一壶的了 刘永强向来做事不动脑子 他会做出这种事我倒是一点都不稀奇 我只是疑惑孟田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上回直播的时候 我留下了你们村村长的联系方式 随便这么一套话就知道了 怪不得果然只有家里出事时 他们才会想起有我这个女儿的存在 但是我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花费太多的心思 因为接下来一个月我将被派往其他的地方作为旅游主播宣传当地的景点和特产 从普通的卖货主播转型到了助农主播 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到了直播基地后 为了更出色地完成直播 我花费大量的时间去了解每一样农产品的特点 争取让他们在我的直播间内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长时间不停地直播 我的嗓子终于支撑不住 疼得流浓 需要前往医院做物化治疗 但我依旧没有搁置了工作 公司的领导都忍不住劝我 帕尔 你还那么年轻 赚钱也没必要这么拼命 小时候吃穿用度上的紧缺 让我只有拼命工作才能让自己有安全感 等嗓子好些了后 我回到了总部 准备开启新项目的工作 却又在公司楼下看到了刘永强 他比上次读我的时候还落魄 鼻青脸肿 好像刚被人打过劫 他带着哭腔朝我走来 我在这等了好几天才等到你 我眉头微皱 上次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姐 我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爸妈找我要钱无果后 便想着走歪路子 赚点快钱 于是在一帮狐朋狗友的窜桌下 我爸竟然借了一笔钱去玩牌 他想要以小博大赢一大笔钱回来 替我弟弟摆平他的事情 谁知道 我爸不仅没有赢钱 还把借来的钱也输光了 刘永强说到这 气愤地骂了一句 要不是那帮人下套 爸根本不会输 听到这我都想骂一句 他们愚蠢 祸到临头了 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债主 来我们家里把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 还把我们毒打了一顿 刘永强一把鼻涕一把泪 姐 我们知道 错了 你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 救救我们吧 我帮不了你 扭头要走时 刘永强紧紧地攥住我的手臂 他满眼不可置信 姐 不管再怎么样 我们还是一家人 血浓于水 你真要眼看着我 看着爸妈被人活活打死 难道你忘了我们一家人以前幸福的时候 你忍心看着我们的家被毁掉幸福 我忍不住把这层遮羞布挑开 刘永强 你真的觉得我在那个家过得幸福吗 怎样才算幸福呢 是我因为犯了点小错 被爸打得身上没有一块好肉 还是我为了读书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还是他们为了弄五十万 给你挥霍 逼我去借贷款 刘永强的眼神闪烁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们都忘记了 你怎么还过不去呢 不 这装装渐渐的事情 在我心里永远过不去 我们已经不是一家人了 我不会对你们落井下石 我冰冷地看向他 但对于你们 我不会提供任何帮助 刘永强的眼神逐渐冷了下来 你真的要见死不救吗 都这种时候了 他还不忘道德绑架我 还真是给我气笑了 刘永强 这些事情 有哪一件事因我而起吗 对峙许久后 刘永强的眼神逐渐冷起来 好 刘帕尔 你给我等着 你不帮我们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我要拖着你一起死 撂下这句狠话后 刘永强扭头离开了 回到孟家后 我提起这件事情时 孟田惊呼 帕尔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他那种人被逼到山穷水尽的时候 谁知道会做出什么出格的行为 经他这一提醒 我才反应过来 要是刘永强真的怒气上头 在大街上做出什么伤害我的事情 那该多恐怖 虽有担忧 可是排山倒海的工作很快就把我淹没在了忙碌中 这天 我如往常般直播 却在直播间里发现了不寻思的地方 直播间里涌入了许多水军 说着辱骂我的话 骗了别人钱就跑 根本不管爸妈死活 长得这么好看 心怎么这么黑 居然请这种主播 别在这个直播间买东西了 公司的运营 在极力控制评论 却还是遭受到许多辱骂 我不得不紧急下播 直到助理面色难看地将手机递给我时 我才明白刘永强放的那番狠话是什么意思 社交平台上 一则视频登上了热榜 而那则视频的标题是 知名主播骗八十万彩礼后人间蒸发 空留爸妈在家独自还债 点开之后是当初那个黄老板声泪俱下 一本正经地说假话 我本以为我女朋友是真心想跟我在一起的 谁知道订婚当天 她收了我八十万的彩礼后 就突然人间蒸发消失不见了 这些年 为了找她爸妈倾家荡产 欠了一屁股债 我也把自家的养猪场关了 胖儿 你到底在哪里呀 你怎么就那么狠心 那可是你的亲生父母 我气得直翻白眼 明明就是我父母问黄老板借钱无果 现在被他说成是我骗彩礼 可视频被推的热度很好 评论也炸了开来 不是吧 都这种年代了 怎么还有这种女的 这是骗婚 赶紧报警吧 亏她还是个主播 赚那么多钱 还骗人家的彩礼 谁在她那里买了东西的 赶紧去退货 与此同时 我的账号也收到一条来自刘永强的私信 解被人咒骂得感觉好受吗 公司内运营正慌乱的空庭 却发现网友们的恶意滔天如猛兽 洪水根本就挡不住 要不这样 实在不行 我给你放长假 你休息一阵 面对老板隐晦的提示 我的心情也变得沉重起来 对于一名带货主播来说 我太清楚 面对网络暴力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了 我极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丢掉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想用舆论逼迫我低头吗 只可惜他们的算盘打错了 孟田得知这件事情后 十分着急地找到我 我们要不要录制一个澄清视频 或者我去托人找个厉害的律师帮你打官司 他们这样污蔑你 我们要把他告到坐牢 我沉吟了片刻 放心吧 这件事情我能解决 随后 我拨了一个电话给刘永强 电话那头刘永强得意洋洋道 姐 实话跟你说吧 我已经向黄老板借钱了 并且跟他说 这笔欠款要让你来偿还 黄老板其实对你挺有意思的 要不你还是跟了他 你要是不给黄老板钱 我就把事情闹得更大 言语之间 我甚至能想象到刘永强那小人得志的姿态 但是我早就按下了录音键 把刘永强说的那番话全都录了进去 再次打开手机时 评论纷纷让我将彩礼双倍赔给黄老板 否则就应该嫁给他 刘永强联合黄老板这么做的目的 除了想从我这要到更多的钱之外 他们还想毁了我 可是我偏偏不会让他们如意 黄老板在我们当地是靠养猪厂起家 他外借高利贷的钱都是从养猪厂里挣的 黄老板借这件事情的炒作 让自家养猪厂热度急速上升 在有关黄老板线上售卖产品的视频下面 有许多被正义冲昏头脑的网友留言 好可怜的老板 我下单了许多东西 希望能帮到你 就是看不得老实人被欺负 你的猪肉我们都买了 黄老板踩着我的热度将他的货卖得红火 但是他们也忘了 以我如今在电商这圈子里积攒下来的人脉 想找到黄老板合作的电商渠道一如反掌 当晚我打电话到黄老板合作的电商公司 其实我与那间电商公司的关系还不错 甚至前段时间还合作过 他们本就对这件事情存疑 听了我跟他们解释的话后 纷纷表示十分气愤 还安慰我说他们会好好了解事情的经过 在我的暗示下 他们选择与黄老板终止合作 黄老板压根就不懂网络 没了电商公司的各项资源扶持 他的农产品根本就走不出我们那条村子 已经尝试过 网络带来巨大收益的黄老板 怎么肯放开这块肥肉 果然到了晚上后 他账号上污蔑我的视频 就看不到了 可是大家对此依旧存疑 黄老板怎么把视频删除了 是不是某知名主播威胁你了 对方签的可是大公司啊 黄老板这种老实的农村人 怎么斗得过 太过分了 那女的是哪家公司的 我们去冲那家公司 网络暴力波及到了我的公司与同事 而这时我的老板再次将我叫进了公司 老板 这件事情我会解决妥当的 我的内心忐忑不安 担心公司会为了名誉而放弃我 老板面色沉重 这件事情的影响的确很大 可是这段时间 你在工作上的艰辛付出 我们也是有目共睹 所以公司决定采取法律手段 来维护我们公司员工的名誉 你可是我们公司的直播一姐 我们怎么能让你白白受人污蔑 公司的法务很快就给对方寄去了律师函 孟田直呼爽快 黄老板被电商公司终止合作 估计已经很慌了 他哪里还见过什么律师函 估计被吓得不轻吧 一封律师函起千涛浪 此日 黄老板终于承受不住压力 又录制了一段道歉视频 上段视频里说的都不是真的 是有人花钱让我这么说的 黄老板的言语混乱 甚至可以说是前言不搭后语 但是从那视频里的零散信息里 他倒是说明白了 是我被爸妈逼着贷款五十万后才离家出走 可是我弟弟却花钱让他出来一同造谣 企图毁掉我的事业 逼我继续给他们钱 这样轮番的信息轰炸下 社交平台上关于我的话题几度登上热榜 先前因为负面新闻跟我们公司解约的品牌方 在看到热度后 又纷纷前来表示希望能继续合作 可是这样远远不够 既然刘永强费尽心思要让我跌进泥土里 光是黄老板的澄清也不会还我清白 毕竟网络上仍然有不少人在咒骂我苍蝇布丁无缝的胆 他要是没问题 怎么会摊上这样的事 没收彩礼也不能证明他人品没问题呀 我可是听说他不赡养父母 一个话题结束后还有无数条罪名等着我 网报的人根本不在乎你是否真的做过那些过错 他们只是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指责你 于是我直接在我自己的账号上面甩出了刘永强与我的电话录音 紧接着我录制了一段视频 以平静的口吻将事情真相公之于众 父母从小重男轻女逼我卖身借钱给弟弟创业 我和父母早就在警局签了断绝关系证明书 在我事业刚有起色时 他们却依旧想吸干我的血 有不少的人看到澄清视频后 开始对我抱以同情 短短三天内 我便从那个骗钱骗婚的恶劣女人成为了一个原生家庭可怜的励志主播 我再次直播的时候 直播间里的人气迎来了从未有过的高涨 当晚的所有产品几乎是卖爆的状态 刘永强这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他这番操作非但没有把我拉下去 反倒是送了一波巨大的流量给我 随着热度不断上升 我直播间的在线人数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刘永强的小伎俩再也没有办法再影响到我 随着热度高升 我工作越来越忙 甚至还有不少品牌请我给他们当代言人 孟阿姨见我忙碌 也时常关心我的身体 对于孟叔叔和孟阿姨对我的关怀 我十分感激 我也很想为他们做些什么 当提成发放时 我看到银行卡里日益剧增的数字 做了一个决定 孟田 我有事情想要跟你们说 这段时间承蒙你们的照顾 我真的很感激 谢谢你们 孟田不明所以 干妈倒是先开口 帕尔 你怎么了 是不是在家里住得不舒服啊 我轻轻地摇了摇头 孟家其实不小 但是多了我一个人 多少有些不太方便 可是我话才说到一半 孟田的双眼就红了起来 怎么会不方便呢 我早已经把你当成我的亲姐妹了 你是不是想搬出去住 听到这话 孟父放下手中的报纸 帕尔在家里住得好好的 搬出去做什么呢 我瞧着他们紧张的模样 忽然恶作剧般地笑了出来 是啊 家里太小了 住着一点都不舒服 所以 我买了一间别墅 我们一家人搬进去吧 孟田惊讶地望着我 你没开玩笑吧 我定定地看着他们 我们一家人搬进大别墅 其实这个想法在我心里很久了 他们把我当作家人对待 那我自然也想努力让我的亲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下午时分 我们在前往别墅的路上 愉快地聊着晚上该怎么庆祝 话音落下 我低头刷视频时 却看到了一条新闻 里面有我爸妈的身影 艾克森·刘某 因欠下巨额赌债 无法偿还 多次盗窃同村财产 并持刀抢劫路过行人 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视频内 我爸戴上手铐 被警察抓走 我妈哭天枪地一个劲地喊着 作孽报应之类的话 而刘永强则浑身是伤 目光呆滞地坐在院子里 我没有什么情绪 仿佛早已料到 他们会有这样的下场 或许他们以后会悔过 重新开始生活 也许他们仍然会继续作死 可是这已与我无关 车子开在宽阔的道路上 一抹阳光朝着我的脸上打过来 照得我睁不开眼 忽然间我想到了一件事 干爹 车子在前面公安局前停一下 孟田疑惑地询问 怎么了 我要改个名字 帕尔 两个字否定了 我作为一名女性的所有价值 而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 晨曦如朝阳般璀璨 我要满怀希望地去过好每一天 属于我自己的生活